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现在先介绍在场的委员 第一位是李昆哲委员 郑天才委员 还有今天列席的官员有行政院 我们陈美玲秘书长 教育科学文化处吴敬如处长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编人力处黄新楚处长 NCC时势豪主委 综合规划处王德威处长 基础设施事务处罗金贤处长 平台事业管理处陈国龙处长 社评及资源管理处陈从树处长 电台与内容事务处谢焕前处长 法律事务处叶宁处长 法律事务处叶宁处长 北区监理处肖其红处长 人事事刘正元主任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行司 黄秀专门委员 好 还在路上 然后我们再来要介绍 今天要审查的几位准委员 委员并为主任委员被提名人 詹廷矣 现任委员指定为副主任委员 被提名人翁伯忠 委员被提名人洪真林 委员被提名人陈耀祥 委员被提名人郭文忠 还有一位我们比较熟悉的 委员被提名人何吉生 好 以上 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会议议程 审查行政院韩宋提名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名单 詹廷矣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 温伯忠委员指定为副主任委员 洪真林 程耀祥 郭文忠及何吉生 军委委员案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补介绍两位委员 第一位是郑云鹏委员 郑宝清委员 好 我们现在请行政院陈秘书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今天是大院的交通以及教育文化委员会的联席审查会议 要审查本院提名詹廷宜等五人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 以及指定现任委员翁伯忠为副主任委员的同意案 本人应邀列席非常荣幸 仅就本次通传会提名作业报告如下 首先是法令依据的部分 依照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 本会至委员七人均为专任 任期四年任满得连任 由行政院院长提名经理法院同意后任命之 行政院院长为提名时应该指定一个人为主任委员 一人为副主任委员 其第三项还规定 本会委员应具有电信资讯传播 法律或财经等专业学士或实务经验 委员中同一党籍则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 另外在第四项规定 委员任满三个月前应该依照第一项的程序 提出任命新任的委员 如果因为立法院有不同意或出缺制委员人数 未达足而十一同 所以行政院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的依据 为这一次的提名作业 其次第二个部分跟委员们报告 递补一缺跟任期的问题 第一点通常会现任的委员 并为主任委员石世豪 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于孝成 委员彭馨以及江优芬等世人的任期 都是到105年的7月31日届满 另外任期到107年7月31日方届满的前委员杜振华 已于105年的2月1日辞职 因此本院依照上开通传会组织法的规定 提名五位委员 其中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张庭怡 以及委员洪真林、陈耀祥、郭文忠等四位委员 任期都从105年的8月1日起到109年7月31日 至于递补杜振华委员移缺之何吉生委员 其任期则至107年的7月31日 第二个 另外指定现任的委员 翁伯中接任副主任委员部分 它的任期是一直到107年的7月31日 那么这个都是依照法令的规定而提的相关的任期 第三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本次通传会新任委员的提名的原则 本次提名是依照通传会的组织法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来办理 首先我们会针对第一个具有丰富专业学士或实务经验者来予以提名 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刚刚已经报告过了 所以本次通传会委员的提名都考量了该会专业的需求 以及任期交错等因素就相关领域来领选优秀的人才 符合该会组织法的规定 第二同一党籍不超过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院审慎提名委员并为主任委员的詹庭怡 以及委员洪真宁、陈耀祥、郭文中、何吉生 并指定翁伯中为副主任委员等六位委员均为五党籍 任命后通传会的委员既有中国国民党籍一人 五党籍六人、何继七人 也符合了上开通传会的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另外提名的所有的委员都没有双重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第四以下简单跟各位委员报告 新任被提名人的一个主要的经历 我们第一位是詹庭怡委员并为主任委员 那么请詹准委员跟大家致意 詹恩委员现任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科技法律所的所长 他的专长是法律 包括产业政策以及企业经营管理 他承认经委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的资深顾问 以及董事会的特别助理 郑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特别助理 及集团法务长等职务 符合我们相干的法律的规定 是具有相当的专业的优秀人才 好 詹委员请坐 詹主委 好 接着我们介绍翁伯中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 翁伯中委员是现任的通传会委员 本次指定他接任副主任委员 他的专长是电信包含了微波工程频谱监测 通讯传播监理 那么他曾经任职在交通部的电信总局 台湾中区电信管理局的高级技术员 交通部电信总局计证 兼任南区电信监理站的站长 通传会南区监理处的副处长 以及通传会的主任秘书的 也符合了相关规定的一个优秀的人才 请坐 接着我们介绍洪真宁委员 洪真宁委员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他的专长是传播 包括传播法规与政策 传播政策经济学等 他承认台湾日报等媒体的记者 福人大学影像传播学系的助理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助理教授 副教授所长 以及多媒体制作中心的主任等职务 那么是非常杰出的学者 好 请坐 接着我们请提名陈耀祥委员 陈耀祥委员现任国立台北大学 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的助理教授 他的专长是法律包含了宪法行政法 科技资讯科技法以及媒体法等 是非常杰出的公法的学者 承认职业的律师 明传大学法律系的专任助理教授 国立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中央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福人大学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以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等职务 也是在学术界非常有研究很多成果的学者 好 谢谢陈委员 接着我们介绍郭文中委员 郭文中委员现任国立台北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教授 他的专长是在电信 包括电信经济学 财务经济学等等 承认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 原资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助理教授 国立台北大学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 以及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兼任的助理教授等职务 也是在学术界有很深的研究 也有很高的一个成果 好 谢谢郭委员 接着我们介绍何吉生委员 何吉生委员现任通传会的主任秘书 他的专长是传播法律 包括传播政策 传播规范 网路规范等等 承认行政院新闻局的科长 检任视察 通传会传播内容处 法务处处长等职务 那么在实务界我想大家对他都非常的认识 好 谢谢何委员 本次提名经过本院就相关专长领域 选临选优秀的人才 提名詹廷怡等五人 并指定现任的翁伯中委员兼任副主委 他们都具有相关领域的丰富的学士经验 或者实务经验 学养具优 那么也都符合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敬请大院的委员能够予以支持同意 谢谢 我们补介绍陈欧破委员 还有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师 专门委员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进行寻达 先宣告以下事项 我们寻达的时间 交通及教育文化委员会八加二分钟 因为今天两个委员会联席 登记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都算是本委员会 本委员会就超过二十五个人了 然后其他委员会五分钟 其他委员会五个人五分钟 我们暂定十点三十分 休息十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在十点钟截止 委员如果有提案请在十点三十分以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整 我们今天中午休息 今天中午休息到两点半继续开会 中午要休息 现在请登记发言的第一位 李坤泽委员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先进 大家好 主席请一下NCC 主委被提命人詹廷怡女士 请 请 詹廷怡女士 张天宇女士您好 这一次你是NCC的主委被提命人 那当然NCC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他成立的目的当然是要 行政院是为了要落实宪法的言论保障的自由 以及要促进我们媒体的专业自主 也要落实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更重要的他要健全我们的通讯传播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竞争 他的公平以及他的健全发展 还有很重要的他也是要来保障弱势 以及促进我们这个言论媒体 这个通讯传播的一个多元的发展 也要提升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那这一次在提名的过程里面 当然依照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 是要电信 通讯 传播 以及相关的法律 财经 相关的实务经验 以及学术理论的这样的一个人选 那这一次比起上次的这样的 这一届的NCC其实是比较多元化 那我在这边要请教一下张婷颖女士 就是说你过去是与这个科技法律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等等 是你的专长 你也当过律师 也在资测会长久的工作过 现在是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所长对不对 那你也担任过国变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请教你是在NCC的委员里面 你应该算是实务经验 就是在通讯以及资讯的领域里面 你的实务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那你认为你个人过去的工作的经验 你的专长跟NCC主要要推动的工作 有什么关联性 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你未来推动的目标是什么 谢谢主席还有委员 在座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委员有这样的一个提问 那我在这边就是很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过去的专长跟工作的经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数位汇流的环境当中 那通传会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形塑数位汇流这个环境 那我过去的工作刚好就跟数位汇流所有的 这个不管从底层的基础建设层 还有到这个平台层 还有到上面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内容 服务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 那就以我最近过去三年 在资策会科法所 还有在更之前 我曾经担任过资策会 六年的主任秘书的工作 虽然那个履历上面写的是秘书室的主任 但是当时资策会其实是没有主任秘书 所以我是担任主任秘书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在法人的负责的工作 其实就是协助政府推动 宽屏的建设 宽屏的基础建设 还有过去E-Taiwan跟M-Taiwan 相关的基础建设的工作 那在科法所其实我们也在协助 行政院科技汇报 在看这个跟数位汇流相关的法规 跟政策的环境 那更早之前 2000年之前 我大概有10年职业的经验 我在律师事务所 其实就是从网际网路的法律 Internet开始切入 然后到98年到2000年 刚好台湾开始做电信自由化的时候 我大概是台湾最早一批 投入跟电信自由化有关 我在这边主要是要请教你 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跟未来NCC 它主要的工作的项目 以及规范 你有什么主观的一个期待 要努力的目标 好谢谢委员 那我其实这一次来就是说 被提名担任这个主任委员的工作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是在于说 因为其实台湾整个宽平的这个环境 跟数位汇流的环境 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 相关的基础 其实有一定的这个basic 一定的基础 那但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怎么样在一个宽平的环境里面 能够提供更稳定 更有效率 更即时性的这个稳定性的环境 同时因为面对到 网际网路的冲击 所以有网路的经验 网路产业的经验 其实对于未来整个宽平的环境 面对到网际网路的这个冲击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刚刚委员其实也有提到 言论自由跟多元文化的维系 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 那我在这一块一定会非常的着力 在座的媒体可能不知道知不知道 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自由的官司 是当年我当律师的时候 我是被告的辩护人 同时大家常常提到的这个 市自509号 这些大概都是我过去 所以言论自由跟多元文化的维系 另外怎么样带动内容跟服务的产业 这个会是我未来 协同我们通全会的工作统认 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 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多元发展 也是NCC要重要推动的一个工作 那近年来 有关于这种媒体并购的事件 都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为大家担忧这种支配性的言论强权的出现 那在过去 我们也针对反媒体垄断法 也就是NCC过去所推出的 这样的一个 媒体的垄断防治 以及多元维护法 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草案 那在过去不管是有关于旺中要并中家 或者是远传要并中家 都是三百亿以上的这样一个重大并购案 那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媒体垄断的防治 以及多元维护 不晓得 我们的张婷宇女士 接下来你要推动的目标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有关这个部分的话 确实因为整个全球化的趋势 还有衰退的环境 所以从其实之前开始就有很多 不管是跨业的这个整合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大的财团 希望来做这个整合这个市场 希望形成这个比较重要的主导力量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确实非常重要 那在既有的广电三法跟相关的法规里头 其实是有一些小的这个规范 比如说党政均还有这个股权持股的限制 另外还有外国人或者是大陆地区人民 投资的这个相关的限制 但是整体来说确实对于大型的并购 事实上这个规范跟这个可以防治的力道 还是稍微有点不足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支持 而且是应该要从这个方向来做 我要提醒我们的提名人张婷宇女士 那在过去交通委员会 整合了各党派的有关反媒体 垄断的相关意见 也跟公民团体对话 整合出了几个重大的原则 这些重大的原则跟NCC当初所提出的版本 是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我们要求媒体股权的揭露义务 也要求来整合相关的 这样一个媒体整合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也要求媒体经营者的适格性问题 更要求媒经分离 以及媒体的专业自主相关的独立董事的等等的 这些基本的原则 这些都是当初NCC的所提出的版本里面所没有的 那接下来的反媒体垄断相关法令制定的时候 是否会纳入交通委员会各党派 以及公民团体当初所提出的共识 这些原则要纳入反媒体垄断的相关的法令里面 请你简单说明 是 跟委员报告 有关刚刚提到的这些原则 现在其实在执政党的版本里头 这些大的原则基本上是有纳在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适当的时间 其实是会把这个部分提出来 然后到时候再跟各位委员在委员会 再做更细一步的讨论 主委 我们的NCC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健全影视电信传播市场的健全发展 以及有效管理 那在目前我们相关的主席时间请暂停 主席我时间还没到 对不起 好 那我们现在文化入侵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打开我们的电视 不管是有线无线 不管是日剧 韩剧 或者是中国的戏剧 充斥各台 那这种文化入侵的现象 其实对我们本土的影视的人才 对我们通讯传播的人才 影响冲击非常的大 你看中视有十个时段在放戏剧的节目 有六个时段都是啊 陆剧 韩剧 日剧 那华视更离谱了 十一个戏剧的时段 只有一个时段是播放台剧 而且还是十年前的旧剧 陆剧这个明月传啊 他就占了六个时段 这对台湾的戏剧人才影响非常的大 那当然文化部在产制端方面 他们有他们未来要推动的政策 那NCC在相关时段的配合 以及节目冠名戏剧冠名这个部分 NCC要提出更有效的一个策略 尤其是戏剧冠名 戏剧冠名现在你外面买进来的日剧 韩剧 陆剧都可以广告的冠名 这好像是鼓励我们的产业 是向外面来买戏剧 结果对自己的本土的戏剧的广电的人才 冲击非常大 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你未来要推动的这些工作 是 跟委员报告 我自己做过内容的制作 所以其实我对这个部分特别感同身受 那在这个部分我相信在 因为之前广电三法的这个修订 其实里面有针对自治节目的比例 还有这个时段 其实现在据我的了解 应该有一些相关的细部办法在制定当中 那就这一块我本人跟 我相信未来同传会也非常乐意 跟文化部来做这个沟通跟协调 全力来支持国内内容产业的发展 NCC的工作是一个独立操染的工作 那对于言论自由 对多元文化 对媒体通讯传播的健全发展 对于弱势者 以及相关多元文化的发展 它是一个很重要维护者的角色 那我们期待这一届的NCC委员 能够让民众有更新更强的一个期待 接着我们请正毛卿委员咨询 我先请暂停与主委 还有龚博中副主委 还有其他四位 龚博中先生 六位好不好 好 六位都一起 因为这个是你们大家一起的 好 六位都请一起 主席六位被提名人好 恭喜你们 刚刚李坤泽特别提到 我们台湾的CG的竞争力越来越少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也做过制作人 制片 附和七日跟龙飞凤舞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对这应该非常了解 请教一下 目前台湾电视上 在播出的偶像剧 还有哪些知道吗 电视上偶像剧 那个滚石爱情故事 因为我其实 大概过去一年 大概都在文化部担任相关 现在不太看这个对不对 我知道有哪些戏剧 但是比较没有时间看 那韩国的偶像剧有哪些知道吗 就是之前那个独教授那个 对 独教授那个 对对对 来自欣欣的你 那现在最新的 还有两三部都蛮红的 哪一个比较红 太阳的什么 蛤 太阳 对对对 太阳的后裔 所以你对韩剧的了解 可能比台湾的戏剧 偶像剧了解更多 呃 其实我是没有在追韩剧 对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偶像剧 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 有的二 四 六 八 九个 那我看它的收视率都很低了 最多的二点多 最少的只有零点几 知道不知道演员出在哪里 蛤 知道不知道 主委 我们这有文化 我想比较大的原因 可能是在于这个 对 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个跟大陆的剧 或者是跟日本跟韩国的剧来比较的话 其实整体的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 对 找到原因了 对 那我现在制作成本很低 那当然就算收入太少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一个从事商业制入行销 暂行规范 这是我们NCC定的 结果这NCC规定什么 讲得很清楚 就是不可以过度呈现商品商标 或商业服务 对不对 我请问一下 这个旧主委也在这里 我请问一下 他即将卸任了 即将卸任主委来这里 我请问一下 对这种管制 对外剧 比如说韩剧跟日剧 或者是大陆剧 中国剧 有没有去管制 有没有 副主委 来 来 苏之 我请问一下 答复一下就好了 简单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暂行规范 目前是还在做调整 因为在通过的 卫星广播电视法 已经授权 主管机关 应该就官兵赞助等规范 要另行定授权法规 这是在旧法的架架下所定的 那确实也在执行当中 有在执行 有花过多少钱 报文这不是罚的问题 这是用来认定 有没有涉及 所谓的节目与广告 没有明显区分 最后还是花钱 是 就是我们现在糟糕 就是我们定的规范 规范我们台湾的 不规范外国 这是最大的问题 主委对不对 我们会去了解问题 来来 新主委来 我问新主委来 谢谢 谢谢 新主委 现在就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规范 台湾的戏剧 所以现在造成什么的结果 我们看到韩剧 太阳的后裔 可以看到他们一级 可以有2400万台币 但是我们的钱少得可怜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钱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 最重要就是他卖到全世界去 但更重要的是 我要讲的就是自日 自入 自入行销 那这个自入行销 我们可以看到 太阳的后裔里面 可以看到 他不停地自入韩国的东西 再往下 你看 衣着 首饰 再往下 餐厅食品 再往下 电器汽车 无所不自入 结果我们把自己的绑死了 让外国的寄进来 我们不去管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的统计里面 他们只要文化 文创 这个细剧 销到外国去 输出100块 他们的产品可以卖412块的美金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就靠这种文创产业 带动他们商品的销售 我们不是我们定了一大堆规换 规换我们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结果外界来通通可以 来我现在请教你 新政府上海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松绑 我们除了要开延节流 要想办法去减少 税负以外 当然开延就是要减少税负 要鼓励 我们的中小企业能够投资 减少他们的税务负担 那么在松绑上面 我请问主委你赞不赞成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既有的一个办法 那确实现在事情上造成某一些的结果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通盘从这个结果来衡量 然后看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规范的目的 那这个目的如果是要去支持本土的内容的话 就是说跟我们自己国内自制的内容 那应该就要朝这个方向来做 要朝松绑对不对 来副主委 来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汪副主委 我请问一下你赞成不赞成松绑 对 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松绑 松绑 来我问其他的社会委员 你们赞成松绑的棘手看一下 棘手就好了 棘手一下 赞成不赞成松绑 来棘手一下就好 刚刚主委副主委赞成嘛 委员会你赞成不赞成 你不赞成松绑 就是现有的专行规判已经比既有法令还要松绑 你不赞成松绑 换句话说以后你当委员你就必须要去管制所有外国来的 细技都要去管制喔 不可以赞成松绑 因为我们的广电三法目前只能够针对我国的卫星电视跟无线电视 所以就奇怪嘛 开大门让外国的进来赞入行销 台湾都要管制 我想这个是主管机关的管辖权的问题 现在其他五个委员都赞成 只有你不赞成呢 我说的是就现行的 我现在问你你赞成不赞成松绑 我就问你这句嘛 简单答复就好嘛 因为我不太知道委员这边松绑的明确的定义 我刚刚给你看到很多图片吗 我在执行都没有在听啊 委员我想就这个部分 其实比较根本的应该是说 我们要透过包括时段的限制 跟本国自治节目的比例的限制 来保护本国的影视的节目 就这个部分 其实在台湾的频道上面 不是这样嘛 你的收视率就很低嘛 外国的节目应该要比例要更少 我现在问你赞入性行销 你不要跟我答别的不要答回首问啦 委员我必须强调 因为我们做过赞入性行销的研究 吴山寺松绑 容许台湾的影视节目有置入式行销 可是他必须受到一些原则性的规范 我知道当然要 但是问题是现在管台湾不管外国嘛 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嘛 韩国不停地用文化入侵 结果你现在在这里还没办法表示 所以我说委员 就是我想要跟你回复的是说 洪委员这是大势大飞的问题 你答了半天答不出来 没有我要说的是说 我们更大势大飞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要强化本土的影视的产品 就是要松绑才能够强化嘛 你讲了半天都一样的道理嘛 我们有很多政策可以扶植 谢谢 来请站主委 主委 我看到啊 除了你以外 洪委员也特别提到 说希望对OTT做管理 我们现在很很严重就是OTT下来之后 我们管不到 主委 我们OTT要怎么管理 跟委员报告 我很简单回应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是整个环境面对到网机网路的 要说冲击也好 然后转化成一个机会也好 我觉得是我们面对到 网机网路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导引 那当然他现在立即产生的影响 就是说落地 我们希望他能够落地 那希望他能够落地 不管在税收 然后再跟我们电信产业 运营商的合作 以及甚至某种程度可以 不是 你不是希望他 他3月29号已经落地了 对对对 只是台湾爱奇艺某已经落地了 我现在我们有管理吗 爱奇艺 爱奇艺对有管理吗 是 有管理吗 以我的了解 现在爱奇艺本身 他其实是以一个台湾的 代理商的方式在运作 他其实还没有到落地的阶段 他只是透过那个网路 可以让台湾的观众可以收讯到 那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精油 导引他到台湾这边来 设立真正的 我现在请教一下 那现在爱奇艺在台湾的收入 包含广告收入 要不要纳税 因为他是用agent的方式 所以税率的计算的基础 应该是不一样 对啊 要不要纳税 我就简单跟你讲 如果以现在状况来说 税率的计算基础 据我的了解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希望之后 可以有一个適度的方法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NCC 真的实在讲要考虑这些 不松绑我们没有未来 你看我们所有的限制 都限制自己的 外国的通不限制 OTT进来 我们又没有办法限制 他一样不纳税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考虑 不用说一句话 就是说 松绑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不太知道 那个主体性 但是我了解委员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能够达到支持 我们国内自制节目的目标 然后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做 好 好 谢谢 那我们就期待你们拿出办法来 好 请回 接下来请林俊县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本席要请詹怡婷主委 背提命人 请背提命人詹怡婷女士 詹怡婷 是 暫停 沒錯 你剛剛講一題 好 我們的準主委 今天大家很多在關心 對於未來 我們新的NCC 尤其對OTT的這個管理 那其中整個主要牽涉到 就是我們未來 要用什麼樣的新的法律 法令呢 來規範 不斷的蛻變成長的 相關的廣播媒體等等 在之前的施主委時候 他曾提出了會有無法 想請教 詹主委 如果你擔任主委 未來我們的NCC 對於 之前 NCC 施主委 他們所提出的會流無法 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 大概我也是前幾天 很認真的看了一下 這個會流無法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整體的方向上 其實我可以理解 會流無法它立法的目標 是為了要因應這個整個產業的環境 還有網際網路的衝擊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它的這個立法的方式 不好意思 容我 表達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就是說 它可能在立法上大概 會有一些特定的名詞的產生 其實是會讓這個整體的架構 某種程度來說是會讓大家更難去理解 那以現在所謂的會流無法 它其實是把這個原來的電信法 在資源跟這個運營商做一個拆解 然後重新一個排列組合 但是其實整個的方向上來說 電信跟這個相關的用語 其實看能不能夠整個 朝一個所謂的通訊傳播的方向來做 那再來就是說 特別針對網路的部分 應該怎麼樣來回應 我想我們新的委員的組成 應該會對這個部分 還會再有一些充分的討論 那同時在過去程序上 不容會言確實是比較急促 然後針對這個外界的一些 不管是相關的公協會 其實也不太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來做一些討論跟回應 所以我們會廣征外界的意見 好 我給你很多時間 讓你來表達你的意見 那大概就是我們新的NCC 在未來詹主委 我們對於之前提出的會流無法 那應該要做相當程度的改變 實質疑的利益 我覺得太過前進了吧 真的讓很多人看不懂 說要完全無視於原有產業的垂直整合 只看到未來整個不同產業水平之間 他們的界線不見了 但你垂直整合方面 在各產業的現實存在 你不能不注意到 那其中關於像OTT 剛剛我們捷舞委員也提到了 我記得施主委在委員會的答覆是 他說NCC最好不要管OTT 他說全世界的國家都沒有在規範OTT 那台灣也不應該規範 你覺得呢 其實大的方向上來說 因為它是網路上的行為 確實不會有高度的規範 但是某種程度 如果說牽涉到消費者的利益 或者說跟公利有關的時候 還是可以有一些相關的作為 這個是基本上的 什麼叫相關的作為 其實過去OTT沒有規範 主要是美國 因為全世界主要的OTT 像Facebook、YouTube、Netflix 都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當然美國的管制非常鬆 那我們台灣 現在也有本土的OTT 現在我們自己的產業 也開始進入OTT這個領域 那如果都沒有管你的話 那未來會形成 國外的你不管嘛 但國內的你管啊 那這樣會形成 你只單邊管理 那對於來自國外的 尤其像一些來自中國的 那他們強勢的內容 很像來自中國的一些戲劇 以及他們的一些意識形態的節目 這個在OTT裡面 中國的幾個很強的那個網站 我們都可以看到嘛 那這些公司又不在我們國內 它完全不落地 那你怎麼管 就不管嗎 如果按照你這樣的講法的話 未來很可能行程啊 國外的OTT我們都不管 那就只管國內的 會不會變這樣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所以說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以歐盟來說啦 因為現在剛剛委員舉的例子 就說美國它其實都不管 那China它就發七張牌 IPTV或者是這些 因為這樣啦 OTT主要的獲利模式啊 還是要收錢 是 那收費啊 就牽扯到啊 它的金流 消費者怎麼付錢給它 也牽扯到稅的問題 它來賺我們的錢啊 台灣的使用者 消費者 我們付錢啊 不管你是透過什麼方式啦 那這些其實 我們都應該要有一定的管理吧 至少要求它必須要落地來註冊吧 那如果它不要呢 像愛奇異這樣的公司那裡怎麼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喔 還沒有想法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在 應該還是要盡量透過跟他們溝通 然後我們把整個網路的環境 這不是溝通的問題啦 你不用法令強制它 以目前的看法啦 我覺得石志偉的想法是 幾乎都是道德面的啦 道德面的期待啦 希望這些廠商喔 都很有良心啦 有些規則還是要制定好了 我只相信制度啦 不相信人啦 你沒有相關的要求 那怎麼會理你啊 所以我們對新的NCC呢 我們有很深的期待啦 確實啊 未來的匯流 只有有的匯流無法 我認為應該要收回啊 我們要全新制定一個 可執行的 讓業界也了解 讓大家可以清楚 那到底你們NCC要幹什麼 未來要怎麼管理 一個能被產官學 大家 能夠再 有更多意見能夠進來 新的法律 好不好 這是我對我們新的NCC 我們各位委員的一個期待啦 另外同時啊 主委啊 之前 在本委員會 大家也曾經提到的 關於我們4G壟斷的問題 過去啊 政府在 開放4G的時候 那麼這些 得標廠商啊 對於消費者 對於政府的一些承諾 那我們看到 現在都不一樣啦 現在所有的4G業者呢 聯合了漲價 過去啊 什麼吃到飽的 現在啊 所有的4G業者 不自覺的 所謂的最低門檻啊 大概都已經 調到了 一千三百多塊喔 一千 而且每一家 4G 每一家 吃到飽的最低門檻 價格都一樣 主委 你有沒有使用 你有使用 吃到飽的月租費嗎 沒有啊 所以你不會痛啊 你使用量不大嗎 沒有 不過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這個議題其實 牽涉到相關的資費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4G我們現在的那個 用戶量其實是蠻高的 針對電信的這個部分 其實 接下來很可能的 我們就會去密切觀察 就是說 當它形成一個市場主導者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做更多的 更多的這個要求 台灣的4G使用者 密度啊 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啦 那麼它最低吃到飽的 最低門檻價格 中華電信是1,399塊 台歌大 多少錢你知道嗎 1,399塊 遠傳多少錢你曉得嗎 1,399塊 每一家都一樣 他們怎麼算 怎麼可能 這巧合嗎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寡讚 他們少數的壟斷 那 這樣子的話 跟當時啊 政府開放4G的時候 這些業者 對消費者 給社會的承諾 那完全 現在完全不認帳了 所以 我們也希望主委啊 未來在 這個電信 在電信4G業者的收費啊 政府應該要 至少要 管理一下吧 你拿覺得這個狀況嗎 我剛提到就是說 自費它有一個計算標準 那我們委員裡頭 其實也有特別針對自費 有相關的這個 經濟學的專長的委員 所以我們之後會針對這個議題來 好好的來關心 因為當年政府要開放4G的時候啊 NCC 因為很多人就擔心嘛 你開放4G的話 那它的價格會遠高於3G 我還記得在 10支委時代那時候的NCC說 不會 絕對不會 未來開放4G啊 價格 不會有大幅的挑高 那結果呢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漲了好幾倍喔 4G比3G啊 貴兩倍三倍喔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啊 NCC要去查明 要去管理啊 這些電信業者 少數壟斷啊 烘台價格的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接著請鄭運鵬委員指訊 主席各位委員哥師傅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NCC的 備題民主委詹廷怡女士先 請詹廷怡女士 那其他委員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麻煩你們上來 不用像科學小飛俠一樣 站在後面 好 那個 詹女士好 未來等確認之後再稱呼您主委 那今天14號主委可以輕鬆一點 那個 本席有很仔細的看了一下 我們這一本個人的簡介跟報告 那我發現說我們六位委員有幾個特色 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是年輕 我們平均51.16歲 那最年輕有兩位 46歲 那第二個是女性還不錯 有兩位 尤其是準主委是女性 那第三個大家沒注意到 孩子多 孩子多 有寫到有聲譽的 就是郭文中委員 尊委員 有五位 那郭委員你還要升嗎 順便跟你廣告一下 桃園市對於新生兒的補助最好 那歡迎您千級桃園 這三個特色還不錯 那我還有貫通石 如果這邊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祝福一下 這個 光這個郭委員有五位子女 所以我這一票就投下去了 那個台灣需要多多鼓勵生育 這是我所觀察到幾個個人背景上面的不錯的狀況 那也很高興說 未來的詹準主委 你是女性的首長 好 那言歸正傳 在這兩週以來 所有的新任首長 我大概都會用蔡英文總統 她在520就職演說上面的一個四個字 就是新政府上來就是要解決問題 那解決問題很重要 我先跟詹準主委您報告一下 到目前為止520之後 那有哪幾個部會解決了之前的問題 第一個是行政院長林全 他撤告了太陽花學運的126名被告 所以對於政府告訴乃論的部分撤告了 第二個是教育部長他撤回了微調課綱 這個你也知道嘛 那第三個是勞動部長 他恢復之前爭議很大的7天的國定假日 那這三個都是爭議多時甚至多年 那社會期待新政府上來可以有所作為的 所以解決問題的確從總統的就職演說之後 各部會從行政院長帶頭大概都身體力行 那我們看起來就是說政黨輪替 它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價值觀 當然就有不同的政策選擇 所以解決問題是非常重要 那就詹準主委您有看的 NCC它有沒有哪些問題是必須要去解決的 我先請您回答一下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以我目前為止的了解 其實通傳會的業務非常的龐雜 那以過去如果是跟那個一般的人民比較有感受的 對 妳舉三個 對 舉三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型媒體的併購 其實這個從美改的運動一路以來 就關心的其實就是這個議題 那甚至有的被併購者 其實他已經換了不同的人要買它 然後就一路的過來 大型媒體的併購 會收看的 對 會收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也牽涉到台灣Future的產業 就是我們的production 然後我們的還有它背後引申到的這個文化 文化的這個主體性啊 各種不同的表達 好 那第三個 對 那另外還有就是 另外還有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雖然是看不見 那但是就是說感受也是很深 比如說跟這個網際網路的衝擊 它所帶來的各種不同的網路安全等等這些 收費跟安全跟文化入侵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 對 那本席很高興說 您剛剛第一個提到大型媒體的併購 那這個您沒有講中佳案 那中佳案在過去兩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以來 其實它一共有15個臨時提案 都提到中佳案 但是在我們這一次的報告書裡面 那那個秘書長應該你有看了 有提到中佳案三個字的 只有洪真林準委員他提到一次 但是其他幾位委員都沒有提 所以我想說你們可能不方便 對於個案去做處理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口頭跟您 跟各位請教 那中佳案 它在兩屆委員總共有15個提案 這一屆的委員裡面 我們在場的林俊憲委員 他甚至已經明白的指出 被這一任NCC他們所認為 並不是直接購買人的 他們只是投資的 那他已經 林俊憲委員有提出證據說 他們已經介入了中佳的人事 遠傳集團也介入了中佳的人事 那並且有一個提案 要求這個要 要求NCC要釐清 並且要退回 所以那個三準主委 你認不認為中佳案是一個問題 NCC必須要面對的 跟委員報告 既然我剛剛提到大型賓購 那確實它就是一個現在 還沒有final decision 當然它行政的程序上 事實上通傳會已經做成了處分 那也出了通傳會 但是它最後其實還在經濟部投審會 還投審會對不對 是在投審會 那你認為現在跟NCC的關係是什麼 中佳案 我自己是這樣看啦 就是說從我們過去的經驗 看到這麼多的例子 確實是因為過去 我剛剛有提到 有一些零星散在廣電三法裡頭的規定 確實不足以去因應現在這樣子 一個大型的併購 還有多層次的資金的規劃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它會是一個議題 會是一個議題 它會是一個你們馬上要面對的問題 對 沒有錯 那但是法律上還是有它的程序要遵守 不過我覺得我們其實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行政程序法它其實還是有一些 只要我們密切去關注它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事實 或者是一些程序上 我們如果比較積極來看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所以你認為在行政程序法上面 它還是可以有NCC還是可以有積極處理的空間 你認為是這樣 當然它需要有一些新的事實 比如說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個 那如果我們密切來關注這樣的事情的話 或許在程序上 當然依法行政是我們的前提 好 而且有效的行政處分其實必須要有 那依法行政我就請那個 汪伯中委員 您是準副主委 是不是請您一同被選 好吧 您請教一下 對麻煩那個 那個 汪委員好 您現在是委員 那您在2月17號的時候 在我們NCC對沈中佳案有一個附 協同意見書 這一點我們那個 汪準主委您知道嗎 對 你知道這個協同意見書您看過嗎 2月17號來 那準主委您有沒有看過 對於中佳案也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汪伯中委員 他對於目前NCC所決議的 的決議喔 他有不同意見 您看過是不是 來汪伯中委員我請教一下 您的協同意見書 您大概的意見是什麼 您有哪些意見跟我們的決議不同 其實我是工程技術背景出身的 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那個這個案子的 它的那個數位化的建設的時程 還有寬屏網路建設 是遠遠落後 因為我看到的是 所以您認為說它的副決議 所要求的 所要求在中佳案裡面的媒體責任 因為這個數位化 它的數位化時程跟寬屏建設 平均起來台灣的那個所有的那個 有線電視業者 他在做寬屏上面的 光潔點差不多 每個光潔點服務150個用戶 但是我看到這個案子是 那個 那個汪伯委員 你所講這個技術上的 應該不只是中佳 應該說其他有線電視都有這個義務 不是有的業者 他做得很好 所以中佳做得不好 我想說這些 這些外資來買的 他們都沒有努力去建設台灣 那個有線電視的寬屏網路基礎建設 那我是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併購 能夠來具體要求它的數位化時程要趕快 所以你應該是要求新的買家 本席要問的不是這一點 對 而是你在協同意見書裡面的第一點 你記得你第一點寫什麼嗎 對 我知道 第一點你寫什麼 可不可以你簡單說明一下 我是認為要 假使說他實質控制了 我們在那個要負擔裡面 要說要 就是要保留費值錢 要把那個負擔的那個 把法律效果講清楚 那你認為你們的NCC原來的決議 哪邊講不清楚 其實我們那個就是他講承諾 但是有的部分 其實這個承諾裡面有好幾項 有的像他說 他要去做那個積極參加金市獎 那個根本沒有什麼法律明確性 然後他說他要做數位化 那個有的部分 那個是透過事業計畫書來修改 但是就是第17項 他不能實質控制這個 但是林俊憲委員也有提出來 他有實質控制的 我們目前的NCC有沒有去查 所以說我對這一點有 我是認為要法律效果要講清楚 汪委員我就跟你們談這個 就是說您認為應該有廢止權 對 然後可見得目前我們NCC的 對中加案的決議 是沒有廢止權的 對不對 就是說你的副決議裡面20項 要不要做就是這樣 以後你也拿他每一折 反正併購就併購了 我不要再來講 所以您認為應該有廢止權 也就是說您認為說遠傳這個集團 是有可能透過這一次 多層次的債券的持有 然後而達到實質的控制 沒有錯吧 對 因為林進憲委員也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質詢 那如果您認為是這樣的話 那未來我們說黨政軍條款 對遠傳集團在我理解 他可能是因為政府的相關基金 在市場上買了他的股權 所以他不是主動 而是被動的 觸了黨政軍條款對不對 但是未來如果可以透過多層次 如果可以透過債券的方式 下去持有實質影響媒體 那我們黨政軍條款就形同虛設 是不是這樣 你也擔心這一點 對 那你未來你認為說 要怎麼樣去彌補目前NCC這樣的決議 這個案中間案的一個漏洞 您認為 我想是說 因為其實那個 有一些經濟規模 那慢慢的我們也看到 剛才像主委講的 這種併購案電信業者去併 併那個有線電視業者慢慢多 那剛才委員也講到 也有這種實質控制 違反黨政軍的意義 我是認為說 在黨政軍條款這邊要適當的 解管 把比例縮小 然後另外在媒體壟斷這邊 集中這邊 要做 把他 我這一點看法就跟你不一樣 如果說你可以適當的 解管 那未來政黨就可以介入 那政黨可以透過多層次 跟透過債務的方式去介入 那黨政軍條款就形同虛設 所以這一點我跟你看法 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可以請翁總主委 本席是這樣今天要求 那個王總主委 就是說這個案子 一定要明確給社會一個交代 雖然各位還沒有上任 但是上任之後 那你要給社會一個明確交代 這就是政府要解決的問題 再來是本席沒有辦法接受 在中華電信跟台市之外 再由黨政軍介入台灣任何的媒體 這一點也請你們嚴格把關 好不好 這樣子我們對於14號主委 才有辦法交代 我們這樣質詢 絕對不會有雙重標準 所以未來拜託我們新任的NCC委員 這些原則真的要堅持 好 謝謝 謝謝 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被提名人 翁博中 弘真林 陳耀祥 請三位被提名人 請三位被提名人 委員好 好 這個 翁委員 現任委員 委員好 副主委被提名人 對於這個NCC作為一個獨立機關 你認為在這個所謂的公平公正 這個部分你認為應該做到怎麼樣的一個 你自己也擔任過 你未來你認為應該做到怎麼樣 我想NCC它本身就是一個 那個 獨立 那個依法 獨立行使職權的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這點公平公正的話就是說 我們對所有的業者 他們的規管的那個都是一樣的 也不會去Favor哪個業者 然後另外 我是認為公平公正裡面 包括就是要保障 那個 那個 國民的權益 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這個是很重要 好 這個陳耀祥被提名人 委員好 你剛才的問題你的意見如何 獨立機關本來就是超出黨派以外的獨立行使職權 依法進行各種的管制 維護這個我們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 還有組織法裡面所規定的法定任務 你覺得你可以做到這樣嗎 當然可以 今天有很多我們民進黨的委員同仁 是 假設 角色異位 角色 角色異位 是 如果你過去在媒體所發表這麼多的文章 是 譬如有幾個例子 是 這個你提到連戰附中夜兵 是 你認為根本就是叛國行為吧 是 租上 租下 打圍雞排 你有你的一個非常對於這個政黨的一個評論 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一個評論 包括這個相關很多的 這裡面很多你都知道了 是 假設你這些文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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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這個民進黨 都批評民進黨 那 以民進黨的 過去的火力 當然今天火力很肉 以民進黨過去的火力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這樣的一個文章 當然你有寫文章的自由啦 對不對 你那時候你是學者嘛 你是律師 你認識 不在這個NCC服務嘛 你覺得你可以這樣 角色就能夠那麼快的就轉換嗎 你覺得 這沒有角色轉換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 我們當時基於一個學者 基於公民團體的身份來講 對我知道 你都可以 是 我覺得你可能更適合其他的部會 是 的主管 或是首長 或是次長 我認為你適合 是 這個 但是你覺得你會適合在這個位置上嗎 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 你自己自我 是 自我公平 自我自立 自我自立 怎麼去 因為這個部分 畢竟 這個是很清楚的 我們的 我們的 民眾也不會 我們的媒體 也會很清楚的 過去對於這樣的一個 有 類似像這樣的文章的發言 我們民進黨的立委的朋友 是如何的火力 對不對 你應該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你自己去考量 這個你自己去考量 謝謝 要不要繼續 這個 要被 繼續被審查 要不要繼續到 這個 立法院院會被 因為我們曾經也有被提名的 就後來就退出了 是 有啊 知道嗎 那個洪 謝謝 洪真林 被提名了 不用 好 這個 這個 你過去在 原住民族的相關的 電視 或是 廣播電視 或是原住民族 傳播 這方面 有相當的 這個 研究 也有參與相關的這些 接了國科會的相關的這些研究 或是說 財產法人 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 這方面的一個 一個研究 你你你認為 在NCC這樣的一個 獨立機關 而且能夠 尤其正對這個 我們通訊傳播基本法 裡面明定的 明定什麼你知道嗎 你說說看 第一條 我們講第一條就好 我想通訊傳播基本法 所要求的 就是說立法目的 當然就是因應科技匯流 然後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包括說保障 我現在講原住民 講原住民了 因為第一條裡面 當然有這個 國民權益跟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是 多元文化 你覺得 NCC怎麼樣去扮演 你怎麼去影響 不要說影響 怎麼去溝通協調 你怎麼去溝通協調 你認為 對 對 對 原住民族的傳播 你有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 希望能夠為原住民族 傳播 而且能夠 符合 NCC 通訊傳播基本法 最重要的 多元文化 OK 好 我想 就我目前對NCC 已經在執行的業務的了解 有一些部分 是其實對我們的原住民的部落 在這個科技的 傳播科技的禁用上面 是有比較好的進展 包括可能我們在這個 部落林的 這個有寬頻的服務的 這一些業務上面 那就我個人過去 因為包括對於原民臺的成立 跟一個自主獨立的運作 有非常多的參與 那就這個部分 原民臺現在一個 非常迫切的議題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無線電波的頻譜 可以有一個頻道 在這個無線的電視平台上 可以播出 那我個人是高度的支持 那所以我想 就這個業務上面 而且我知道也有進展 有關頻道的部分 交通部 因為我們修法了 我上一屆修了 財団法的原住民族 基本法 這個設置條例 第四條 要求一定要弄 所以這個交通部 提了本來是頻道 到三十六 現在有相關的意見 要改為頻道二十五 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場 其其以為不可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希望你能夠協助 那除了這個部分 那個我們換來 恩恩副主委 謝謝 未來的副主委 委員好 你過去也有多很多的一個協助了 這個從主任秘書的階段到委員 還沒有完成的有哪些 我想這一部分感謝委員 在那個最近的 把那個 岩文會的設置條例修正 那可以委託那個公司來播出 排除了那個無線電視法 還有那個 那個就是公共電視法 公共電視法 這一部分完成 我們會盡快 來審理這個公共電視的 這個事業計畫書 這一部分要完成 另外就是說 就是說剛才那個委員提到了 這個平埔的部分 那這平埔的部分 我們也不會說 去做說 用一個有干擾的平埔 給那個指配給言明會 是這樣的立場 那我們還是基於說平埔和諧 然後另外一個立場 寬平這個部分呢 寬平的部分的話 我想說我們這個iTribe這個部落 現在要把12MES升級到100MES 這個我們的電信普及服務基金 已經有在逐步的在座 現在只有12MES 跟現在的一般的是差多少 你讓大家知道 我想說 圓明會這邊已經有跟我們合作 就是要提升到100MES 那 紀錄多遙遠啊 紀錄多遙遠 不會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所以請未來的主委 請現在未來的副主委 請所有委員 還有所有的處長 要多加油 是 那個陳耀翔 要教律師嗎 教授 教授 這個因為你是學法律的 是 學法律 今天有好幾位學法律 但學法律 我是學法律是最差的 我連報名律師都不敢報名 但是 畢竟我在政府機關 法制單位服務過很多年 所以很多的法律的解釋 怎麼樣能夠從 這個基本法 通訊傳播基本法的一個 第一條條文 然後去透過相關其他法律 尤其是對於原住民主流傳播 非常非常需要的去 要去改善 要去提升 要去加強 的一個情形之下 怎麼樣在去解釋法律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專 這個什麼 應該要怎麼去形容 就是 也不是雅文節制 根本就是 從法律的那個文字裡面 是專牛角尖 而應該是怎麼去做 最好的解釋 何況是絕對不違法的情況之下 去做最好的解釋 是 未來如果你當這個 當然我剛剛說 你要自己自立 怎麼樣去 所謂自立 你要自己去決定 到底我要不要繼續被審查 好 謝謝 這個是因為這是 涉及到自己的一個 你自己對我 對你自己的氣息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接著請陳歐破委員直選 謝謝主席 請邀請六位被提名人 請六位被提名人一起上台 首先恭喜六位被提名人 這個各位在財經 在傳播 在文創 在法律 跟這個電信方面 都是一時之先的優秀人才 所以能夠為新政府所援覽 來這個接任這個重責大任 這個我身為執政黨的委員 那六位的集中進入新政府服務 所以我早上在等候登記發言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 言以利己寬以待人 所以我今天用嚴謹 嚴謹的六個問題來提問 你們各自選擇一個題來答 一個人打一題就好了 當然雖然是嚴謹 也希望大家能夠務實來回答我的問題 那首先我要問六位委員 就說 NCC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你們上任之後又有任期的保障 如何來自立 如何自立 我剛剛講的言以利己寬以待人 那想請問你們其中一位 可以喔 能不能答覆北枝這個話 怎麼樣你們在執行角色時候 來如何來立即 跟委員報告 這個幾個層次 首先第一個層次 所有跟公 就是 跟政務人員有關的 還有跟公務人員相關 這個一定是要遵守的 那再來就是說 當然要有更高標準的要求 那身為一個獨立的機關 我想 我剛剛也有看到就是說 我們本身內部有一個自律的公約 自律的相關的條款 那這個部分我想 一定至少要做到遵守 那再來就是說 其他的話就是說 跟外界的溝通 然後跟這個相關部門的協調 其實就是在盡量本於自己的專業 然後在這個專業的執掌上面 來做獨立的決策 然後透過合議的制度的行程 我想基本上 基本的法律還有這個自律的規範 一定是會做得到的 這個六位 儒家講這個忠術之道 所謂忠在禁忌 這個如果在你們這個角色裡面 我們互相其勉 就是說 如果對台灣這個國家 禁忠 如果對你的工作上禁忠 禁到你禁忌的本分 禁忌之力 如果對全民 民眾 這是第一個 所謂術 剛剛你提到一點 就是說 在積極面 其實就是要推幾幾人 這是屬於行善的部分 對於民眾有利的部分 我們積極來推動 消極面當然是 棘所不義勿施於人 也就是不對的事情 我們不要去做 勿行惡 這個是我們互相期許 那我今天不會像政政台委員說 我們在對國民黨的這個官員 就是不一樣的一個標準 不會 我們會堅持一樣的標準 要做這個要求 第二點我想問一下 這個十年前NCC在各方期待之下成立了 那十年後今天 我們 全盤來檢視NCC的一個施政成效 那 不曉得NCC 到底真正 善盡了多少的他的法律 給予的責任 那尤其在接連 未來接連 這個 上場的媒體的併購案 這個一方面突顯台灣的法源不足 二方面 NCC的被動消極 這個 大概我對十字尾比較 比較 阿Q的就是被動消極 那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 在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裡面 在今年2月24號的時候 這個數位匯流大調查 有百分之78.2的民眾 認為目前的媒體向財團靠攏 有67.8%的人擔心未來 輿論會被 這個特定的媒體的壟斷 那 今年是NCC成立十週年 那 整個施政滿意度是只有26.26 26.6 那 不滿意度有57.9% 從這樣的趨勢分析 這不滿意度是 這四年來最高的 最高點 請問一下 六位委員上任之後 有什麼積極作為 委員好 那個 剛剛主委 很希望我就這個問題回答 那 好 我想反壟斷 反媒體壟斷這個議題 因為個人在這個 身為學者的時候 也參與了這樣的一場社會運動 那我們當然也提出了非常多的主張 那我想第一個部分 委員所期待的 我想第一個就是 希望立法院能夠 盡速完成 反媒體壟斷法的制定 那就我所知 當然現在NCC有一個版本 已經透過行政院會送到立法院 然後時代力量也有一個版本 那 就我所知民進黨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有一份草案 那應該也在最後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想就這個部分 當然我想從行政機關的角度呢 一定是依法行政 所以就這個部分 那當然在過去的幾個案例裡面 我們也觀察到說 就是因為我們既有的法令工具不足 所以我想就這個部分 如果立法院能夠盡速地完成 反媒體壟斷法的制定 那NCC它就有更強的法律工具 來規管台灣的媒體的秩序 那我想一個最重要的方向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你時間喔 今天沒有為答護完成的部分 請書面補充答護給我 這個六大題目 因為將來還是會 會在一起 一起來討論這些議題 第三個問題 這個數位匯流 從2012年正式完成 然後2015年我們下半年度的 一個調查報告 百分之90.3的民眾 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顯現過去三年 我們推動這個工作其實先導成效 是非常差的 那六位委員上任之後 如何讓多年來的數位匯流推動方案 在維護國民進來的使用潛力的前提之下 加速來漏成 而且能讓我國通訊傳播的產業更進步 這個誰來答護 那個數位匯流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說那個 以前的時代跟現在已經不同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現在透過一條寬頻網路 它可以同時上網 也可以語音 也可以看視訊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趨勢 那當然是我們 對這一部分的宣導還不過 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會來加強宣導 讓民眾了解什麼叫做數位匯流 另外這數位匯流也產生一個問題 也有一些趨勢就是說 那個 抱歉我答斷您的回覆 還是時間上的問題 一個人一答一題 這個問題 你會後再提供給我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分組互惠這個議題 已經討論了十幾年了 都沒有結論 面對分組互惠的爭議 不少爭議 六位委員上任之後 有什麼因應策略 委員好 我所瞭解的是 目前NCC已經有通過一個實施辦法 昨天有開過公聽會 我自己的想法有三點 是一定要去特別留意到 第一個 要能夠讓 既有的這個用戶 不要受到費率上的調查 第二個 目前的一些事實方案當中 有把以戶為單位 改成用機上合的單位 這點我是覺得比較保留 因為在台灣有超過50%以上 是超過兩個機上合的 第三個分組付費 儘管是讓民間讓業者來做 但是要做到說 這個分組付費是真的有折扣 比方說如果500元 再推一個分組 或者450元 那我不覺得這個 對民眾會有實際上的感受 大概是這個三個方向 對民眾會盡量去努力 謝謝 好的 謝謝 接著我要提問的是 台灣媒體的亂象的問題 那我們看過很多國家 對媒體的智力跟他力 其實都有些規範 對台灣人民來講 其實媒體的亂象也傷害 無數的人 那有些是滿延遺忘的 那其實在韓國呢 他們的媒體人 有一個智力的要求 有一個養成 然後媒體呢 他們的媒體很少所謂的這個 名嘴在高談擴論 那普遍這種狀況呢 在其他國家也會要求媒體 在製播這方面節目的嚴謹性 那當然會有一些偶爾報導不實 或者是發生損耐他人名義的事情 這個當記者被當事人控告的時候呢 需要有一個公正獨立的一個仲裁委員會 我希望六位被提名裡面 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 他們需不需要成立這樣一個 主持公道的一個受理爭議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不用回答 你書片打誤 最後一個問題我提問就好了 不用回答 請最後一個人來回答 就是有關於台灣的媒體的智力跟他力 的機制 我認為這很重要 那請問一下六位委員裡面 有一位來打呼我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以上謝謝 好 書面打呼 書面再回應 好 請回座 我們接著請吳智陽委員諮詢 吳智陽委員諮詢以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請 他說 請 請 所以我这样看起来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能够有机会担任国家重要的职务 我觉得心里很为大家高兴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很多事情透过咨询 这个我们组织的职务 我们组维被提名人 请大家注意 那张小姐您这次接受NCC组委一职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知道你非常的活 你在产业 你在电影 你在这个资讯业界都小有盛名 为什么会接受NCC组委一职的提名 跟委员报告 确实我自己的生涯是比较多元化 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多元化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问题 那我刚刚其实在前面我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所从事的产业跟我自己的专业 其实就是整个数位会流的环境 包括网络的冲击各方面 甚至到内容跟服务 所以我在这几个不同的领域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需要做跨领域的沟通 还有需要有一些法规的突破 需要有一些产业重组的概念 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当下 台湾现在当下面对到的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 换句话说就是你看到很多问题 希望能够解决 应该是说有些是问题要解决 有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竞争力更强化的可能性 所以当然我后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提名 那我也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然后我在这几年我会协同我们的 本席要提醒你 我觉得我看过六位委员的主要学经历 都很优秀 但是你的特别多元化 多元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有很多的出路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报导上面写 比如说你认为这些NCC主委 是一个跳火山的一个职务 然后也传说你属意的是中华电信的独立董事 事实上你也跟业界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要提醒您 NCC主委一职是一个很苦闷的职务 很苦闷 你这么活泼的人要接受这么苦闷的职务 要是三思 第一个我这会期我特别发现 交通委员会几乎三次有一次就在找NCC的来询问 很爱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领的薪水真的很远不如在业界的待遇 比如说中华电信的独立董事 或者任何其他的媒体业者或资讯业者 都远比NCC的薪水高 所以另外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批评 据说林权主委原来是比较属意 是施俊吉先生来担任主委 然后一些传播的学者私下也讲 可能你算在我同辈看来已经是够优秀了 可是在NCC里面 它是毕竟独立机关 也有一点学术性 也有批评您辈分还不够 就是年轻人的悲哀 这样子还不够 备份还不够 另外就是 学术分量好像还不太够 在座很多像 这个珍琳学妹就是 学术上面特别有成就 那我想 这些都是对您的一些批评跟看法 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一段时间 在审查的期间 你仔细再思考一下 因为将来NCC 是一个超级的大地雷区 它也是有众多的巨大的利益要摆平 要去管制 要有这个guts 那过去你在这方面 认识的人脉 也可能原来是你的助力 最后会变成你的主力 所以 你会不会是 一个即将 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本席认为 就我对您的认识 您的个性 并不见得适合担任 像法官 NCC 主委 这种比较属于管制型的 比较沉闷的 比较要收敛的 这样子的一个职务 请你深思 你还要不要再跳这个火坑 我给你20秒 对我刚刚讲的那个意见 非常感谢委员的提点 那其实外界的很多声音 不管真真假假其实都有 但是我一定都会虚心 而且会非常慎重的来 接受这些声音 而且我会慎重的来考虑 那但是 基本上我既然已经 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提名 我就会 如同刚刚谈到的 在法规范的遵守 或者是自律各方面的那个 我会来做自我的要求 我想 其实我们在国外 念过书的人也很清楚 我是很能独处 而且其实我在过去 每一个阶段的工作 即便是有这么多的networking 大家一起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是一个self discipline 还蛮强的人 那未来在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上 如果有必要再做更怎么样的调试 那我也会努力来做这件事情 你自己考虑 那如果你有机会担任这个主委 本席认为你可以做到你的特长 就是除了管制以外 你对产业的了解 应该要想办法让产业进入正轨 刚刚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咨询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科技部在做一个叫做 地震预测的简讯 昨天在立法院就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大家都有 结果非常生气的 我用的是4G 用的是中华电信 用的是台湾制造的HTC 居然本席没有收到任何简讯 也不是太旧的机种 既然我隔壁的委员 用的是3G 用的是远传电信 居然他收到了 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台湾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台湾是一个国际资讯高科技的地方 如果科技部有一个这个资讯 系统已经出来了 你NCC有没有办法 让所有系统 我管你4G 3G 传统手机 一律给我接到地震简讯 10秒钟 对不对 我不是让你10秒回答 我是说10秒前要通知我们 这个简讯 最好能够做到30秒前 好像是18秒的样子 是不是 所以日本有机会做到30秒 那这是科技的问题 问题是他有这个科技 如果业者 我明年再纳入 我后年再纳入 我换照再纳入 请问我用不同的系统的人 我的人命价值不一样吗 对不对 我还再再次讲一下 以后看到人家在跑跑 你们在走什么 大当啊 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全可以看 现在不是喀麻 脚没有麻 但是没有收到简讯 也不知道要跑 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科技部已经把它推给NCC了 他认为我有科技了 剩下是你NCC 怎么让业者配合国家政策 把这个公共服务做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注意到您对电影 我知道你赞助了很多电影 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目前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文化被侵略 我们的电影 几乎被好莱坞攻占 我们的电视 被韩剧跟大陆剧攻占 我们的音乐 中国好声音出来以后被反攻了 怎么办 当然你说这是文化部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电视好像是NCC的 你要怎么样透过法律 让本土剧本土自治的节目 在重要的黄金时段 有一定的比例 我没有办法忍受 居然台湾有好几个频道 一天24小时在播韩剧 一天24小时在播大陆剧 我们好像不是住在台湾 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一直放任 让人家去侵略呢 这个 你以前提过一个法国的文化例外 对不对 希望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做主委 你怎么样把你对台湾文化的支持 用你这个位置把它发出 强烈的一个保护 您做得到吗 是 跟委员报告 当然就说这个部分 通传会在职责的范围之内 怎么来 support文化部 然后我们怎么样 因为据我的了解 就是说在广电三法里头 针对节目的自治 还有这个时段的这个 应该目前通传会大概都有一些 更细部的这个行政命令在制定当中 如果有一个是没有落实 第二个是制定的不够好 所以我如果认为刚刚这两件事情 递称的简讯就这么简单 本土剧的保护 本土节目保护 如果你这个两件事情都做不好 我建议你不要做这个主委 你直接去做你自己心爱的文创事业 会比较有前途 会比较快乐 好 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喔 请尽快 因为今天太多人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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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要因應數位匯流的環境 同時要促進整個通訊傳播 這個產業環境的健全的發展 另外還有很重要 就是要維護國民的權利 然後要提升多元的文化 保障消費者的權利 所以我想在這幾個方向上 未來會是我們在政策規劃上面 很重要的依據 就是落實這個通訊傳播的基本法 主委庭民人 我再請教你 本席認為我們NCC委員 應該要操攬獨立 不能有這個黨派色彩 因為國家的這個傳播通訊相關法規 是有黨政軍條款 但是自己當然要以身作者 才能夠去要求別人 但是我想你本身 是這個是支撤會的法案所的所長 那也是這個凱達格蘭學校 第一期的學員 那也曾經力挺 這個人權律師邱顯治 參選新竹市的立委 那並且你也是一個很多部電影的 這個製片跟監製 那也參與過指導太陽花血運的 這個紀錄片的製作 而且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這個盛選的那個晚上 你也在民進黨的黨部大樓 來慶功 那我想如何來 我想說就這些事情 怎麼樣以身作者 怎麼樣規範別人 我們NCC 通信傳播委員會是一個超然的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那你以後怎麼樣去帶領我們這些委員 來執行我們委員會的這些政策 跟委員報告 剛剛提到的裡面有幾件事情其實不是那樣子的內容 但是沒關係 就是說我針對委員的問題來說明就是說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黨派 就是我並沒有黨籍 那當然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會有我的判斷 那這個判斷的標準是基於我所認同的價值 那基於我所認同的價值這裡面就包括 是不是以台灣為這個主體性跟優先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針對我們所追求的這個多元的價值 跟自由跟民主的這個基礎 是不是能夠掌握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認同的是這個價值 那當然在現在的過程當中 之前如果是選舉或什麼的話 哪些人是比較符合這個價值 我就會比較支持 那但是未來在工作上面 我剛剛已經談得很清楚 就是說在自律啊各方面的規範上面 一定會給自己比較高的要求 那MINIMA當然法律是一定要去符合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那主委提名人 你曾經 你曾經就是說 開玩笑說希望不會 跳進去這個火坑 你把它形容是火山 跳火山 不會很快就被噴出來 那你這個說法讓我想到 我們以前的一個前部長叫鍾財儀 經濟部前部長 他自稱是物闖森林的小白兔 那請教田明倫 你認為你跟鍾財儀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的這個差異性在哪裡 我對鍾財儀不是很了解 那所以我也沒辦法評論他 那但是我對我自己的了解就是說 應該是說在我過去工作的經驗跟我的專業知識上 那我一定會盡我的權利 同時我也會盡量跟外界溝通 然後同時跟很多人請益 然後本於我們獨立執掌的這個精神 然後跟其他的委員一起來做一個合議制的決策 我想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就全力以赴 就這樣 謝謝 那我想這個我們六位提名人 有很名單裡面有學者 也有現任的我們的這個主祕 那我想請教諸位提名人 你認為說在NCC的這個實際領域裡面 你如何帶領我們其他專業的委員 那你有沒有這個足夠的擔當來帶領他們 有沒有足夠的專業 是不是會變成外行領導內行 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其實通傳會相關的業務 我剛有提到就是說 它其實是跟整個通訊傳播的環境 其實是非常密切 也要怎麼樣把這個環境塑造起來 那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通傳會內部的業務的話 其實它各個不同的處事裡面 它的範圍非常的廣 那我剛剛前面的時候我也有提到 我自己過去的工作經驗 其實反而是在整個通傳會 全面性的業務我都有涉獵過 包括基礎的建設 包括資訊安全 包括網路 包括資源的分配 那包括運營 還有甚至包括跟其他部會有 非常密切關係的內容跟服務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說 不敢說帶領 但是我們怎麼樣能夠讓委員的 針對重大的議題 我們事前做很好的溝通跟討論 然後盡量在共同的目標上 也不是說盡量 應該是要全力在共同的目標上 來為這個通討論基本法裡面 所賦予我們的執掌 來做最大的努力 我相信這個是 我們非常有誠意 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會擔心 我還是會擔心說 一個資群的人 要帶領一群資深的專業人員 那這個能不能持久 別人會不會服從 是不是會不會說口服心不服 那造成說更嚴重的一種 我們這個NCC委員會 更嚴重的一種內憂外患 造成這種政令不張 那我想接下來再請教 這個主委提名人就是說 現在現有的這個有線電視的收費 是 其實城鄉差距很大 是最攸關我們民眾權益的 但是如果說像現在六都 它是一個最競爭的淡黃區 那現在已經 業者已經自行銷價競爭 但是如果像在我們中南部 或者是這些省霞縣市 這等於是蛋白區 一個比較偏鄉 或者是鄉下地方 可能只有單一 單一個業者 來做經營 那所以在NCC的 立場上表面說要 讓市場自由競爭 但是又要同時 顧及消費者的權利 我想要請教提名人 你的立場是什麼 自由經濟跟社會責任 你要怎麼取捨 我想就這個部分來說 確實有線電視的收費 其實包括電信的資費 都會是一個 跟消費者切身相關的議題 那跟有線電視有關的這邊 我想過去通常會 大概也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怎麼樣 讓這個跨區的競爭 可以有新進的業者 或者是可以來跨區 所以我想 適度的導入競爭的機制 那同時 在這個消費者的這個 投訴各方面都全面一起來做 多管齊下 我相信就這個部分來說 應該可以慢慢讓這個 市場的狀況越來越好 好 那我想 接著請教我們 那個陳耀祥委員的部分 主委提名人 先為主 謝謝 委員好 委員提名人 你好 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 這個剛剛我有詢問到 那個主委提名人的這個 政黨認同的這部分 同樣也發生在 陳委員你的 委員提名人的身上 就是說你 曾經擔任過 民進黨的仲裁委員的委員 同時也是永舍的副理事長 那 因為被提名NCC委員 所以才辭職 那 同時擔任 永舍理事的 還有我們民進黨 部分區立委提名人 黃帝穎 黃律師 所以我想就 就這部分要請教 陳耀祥提名人 你的 針對這部分 你有什麼說明補充 基本上來講 在沒有被提名以前 那是屬於個人的 所謂的 意識形態認同的問題 還有個人的所謂公民社會 公民團體的參與的問題 那如果被提名以後來講的話 根據法律 獨立機關的委員 就要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必須有一個 角色轉換的這個準備 就像我們學法律的人一樣 我們學法律裡面有一個象徵 叫做正義女生 正義女生基本上就是 要把眼睛蒙上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就是說 必須超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還有黨派以外 去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再請教提名人 你在這個 反對媒體壟斷的一個論壇中 有提到就是說 媒體壟斷的問題 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甚深 是 你認為說這些 購買媒體的這些財團後面 或多或少都有這個 中資的情況 是 所以 你 所以我們要必須很嚴格的來檢驗 那你現在你檢驗的標準是不是 還是聚焦在中國因素 還是外界只稱了說 親藍親藝的媒體要如何制衡 有什麼方法 可以促進族群融合 或者是減少對立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提供我們 這個基本上有幾個不同的議題 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有涉及到所謂多元無化的問題 當然我們目前在所謂 通訊傳播基本法 還有相關的法律裡面 其實都有些規範 那這只是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通傳會來講的話 要如果去執行 把這個政策落實 就達到剛才委員所講的 這個幾個價值目標 那另外 再請教一下就是那個 委員時間到了 因為今天執行的實在太多了 是不是可以請書面 好不好 好好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委員 每一個委員都一樣 抱歉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淑月委員 請六位被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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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恭喜六位被提名人 好 那我在這裡先來請教 我叫詹女士 那詹女士 您是 首位來自這個產業 與政策自庫的人 不是學院中人 那在 通傳會成立十年來 被提名為第五任的主委 當然目前 社會面 社會面普遍 對這樣子的提名 是有所期待的 那剛剛也很多委員 都有提到了 就是您在 就是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是有談到 被諮詢跟接受提名的過程 您用 跳火山這樣子的一個形容詞 來形容你介紹 這樣子一個職務 那我想你會用這樣子一個形容詞 應該是您有體會到 目前NCC 所面臨的一些困難 就是說 在政策推行上 有面臨的一些困難 那您 所 就是 就是說你所了解的 你的感受 就是目前NCC的政策在推行上 面臨到哪些的困難 你簡單的說一下 我 我從產業來看好了 就是說因為 通傳有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是說怎麼樣讓這個通訊傳播的環境 能夠健全 那 從過去電信 自由化 然後到整個有線電視 經過診病 然後到現在的狀況 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 這幾年其實市場上 產生一個比較 相對的僵固跟 比較 沒有往前進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在 面對到這個網際網路的衝擊 也可以說是機會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能夠讓 未來的很多新的產業 包括內容 包括應用服務等等 能夠帶動起來 我想在這個部分確實是 當然也有市場的問題 但是在規範面 或者在政策面 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就是 未來可以來努力的一個方向 是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 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 他們所進行的 數位匯流大調查的資料顯示 從101年開始的連續四年 國內大概只有兩成左右的民眾 肯定NCC的施政表現 超過五成民眾是 給予負評的 那請問主委 您有沒有信心 扭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其實相信通傳會所有的同仁 都非常的專業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 可以在大的方向上 確實跟這個世界的潮流 還有規範的趨勢 能夠相符合 然後把這個真正的專業 用最有效的方式發揮出來 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是非常願意 協同我們的委員 一起來 跟我們原來全民體的 通傳會的同仁 一起來 跟我們原來全民體的 跟我們原來全民體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往前走 而且能夠幫台灣的產業 跟消費者 跟整個多元文化 跟言論自由的價值的維護 能夠做一些努力 而且應該會有一些成果 因為我們也知道 這個傳播這個技術的日新月異 跟整個傳播媒體環境 可以說是訊息萬變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在您的帶領之下 NCC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那我接下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翁副主委提名人 委員好 翁先生你好 在這裡也先恭喜您 獲得副主委的提名 那本期從您的資料看出 知道說您是電機工程學系的碩士 是屬於專門技術人員 那你從基層的交通部電信總局 一直歷練到NCC的主任秘書 那現在在前年轉任委員 那現在被提名為副主委 那您的實務經驗豐富 那我們也知道說 您來自基層 相信您對於這個 來自基層 那你目前就即將進入決策 這個層面 這個層級嘛 所以您應該能夠深刻的去體驗到 整個政策 跟產業實務的一個落差 那您以後 就未來您要怎樣去 迷品這樣子一個落差 我想說 因為我是事務官出身的 那 重要的就是說 我可以當作我們這些 NCC的這些常任文官 跟那個 所有的委員之間的橋樑 溝通的橋樑 那因為我認為說 事務官的專業也需要受到尊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要來加強跟產業之間的互動 這個很重要 我記得我們在推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時候 石子偉他帶領我們所有的那個委員 去拜訪台南市賴清德賴市長 然後也跟這些業者作談 那終於促成了台南市是第一個 完成有線電視數位化的一個典例 所以說我認為說NCC要走出去 要多跟產業溝通 也要跟縣市政府合作 就是這樣 是 因為 其實這個跟產業界 或者是社會各界的一個溝通 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這裡請教一下 就是說 目前就是台灣在這個全球網速的排名上 就是始終大幅落後 這個競爭對手韓國 那未來 在這部分 您要如何去 就是要求各大的電信商在設備上提升 謝謝委員這個問題 那個台灣在那個行動寬頻4G的量測 我們那個NCC這邊的量測 剛剛那個報告剛出來 我們的那個下行的速度是40Mbps 不落後於那個世界各個先進國家 那上一次 我們看到那個世界那個上網量測的機構 那個OpenSignal它的量測 新加坡是第一名 那我們這一季 它新加坡第一名它是37Mbps 下載的速度 那這我們最近公佈的是40Mbps 但是我想說最重要的是一個觀念就是說 業者除了要加強涵蓋之外 第二個就是要加 未來small sale的建設 第三個我們要來那個積極來推動 就是寬屏基礎建設 就是我們也要協助業者來拓展 就是說公務機關的一些那個基地台的建設 讓業者他願意建設 我們也提供一些誘因 然後浮以一個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會去做行動上網這個測速 透過這樣很公開的去公佈業者的資訊 讓消費者了解 這樣量測以後 業者就會有競爭 他就會進步 他就會積極去建設 是這樣 好 謝謝翁先生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台灣目前也積極 還要向這個觀光產業的一個發展 所以很多商務旅客來台 他們也很 就是說對這個電信設備的一個要求也是很高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說 台灣的這個電信環境的一個落後 那一效國際 那尤其是5G時代很快就來臨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NCC要加油 那再來 謹慎的時間我來請教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馬政府卸任之前 我們張前院長拍板定案 這個匯流無法的一個草案 那現任的NCC主委 石四豪主委有表示說 這個是NCC多年努力的結晶 如果新政府可以在一天內學會 那匯流無法就可以直接丟到廢紙樓燒掉了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六位提名人 對於石主委的這樣子的一個好語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們請那個主委提名人先回答 謝謝委員 我想那個部分應該也是有媒體報導的成分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我相信包括我個人在內 還有我們所有的委員 其實過去在這個領域裡面 都有相當的琢磨 那不管說是 實際有在參與通傳會內部的很多委員會 或者是法規委員會 或者甚至我們都是法律的背景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事實上我們也都有閱讀過了 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在這個部分針對我們對於未來的這個 產業的想像 其實是應該會提出我們的看法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來做這個事情 最短的時間你們給自己多久的時間 可以在多久時間熟悉在 8月1號上任之後 假設程序順利的話 我們8月1號之後 那我剛剛在前面委員提問的時候 我有提到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它會牽涉到 未來整個產業的這個 形塑的這個環境 所以一定在程序上也必須要 跟相關的Stateholder 要能夠做充分的溝通 所以除了我們內部討論 然後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透過什麼樣立法的方式來呈現之外 也必須要在Due Process 也就是說程序上 能夠跟外界做適度的溝通 那您對目前就是說 送立法院審議的這會的無法查案 您有沒有就是不同的看法 覺得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是這個部分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以我自己個人目前的觀點就是說 當然它的目標是為了要因應產業的變化 那但是就是說在立法的基礎上 可能它在那個用語上面反而讓這個更複雜 那剛剛其實大家也 數位匯流大調查也有提到 就是說所謂的數位匯流其實 其實民眾根本都搞不清楚 那如果我們再加很多新的名詞上去 然後同時又是把既有的 廣見三法跟電信法 其實是做一個形式上的切割 但是並沒有實際去做一個很好的融合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 確實是有一些空間 我們可以再來做一些事情 好 謝謝我們的詹女士 還有其他五位被提名人 那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接下來請蕭美琴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請新提名人 提名主委 請詹婷瑜 女士 最近這個NCC正在進行 匯流五法的一個新的立法的大工程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但是這個整個工程是在 可以說是舊政府期間 那才幾個禮拜前來做一個定案 那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說 你們可能過去站在業界的角色 或者是諮詢的角色 也許多所涉獵 但是對於整個匯流五法的 新的版本的內容 你們新的團隊是完全贊同 還是還需要經過重新再修正 跟提案的這樣的一個流程呢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剛剛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它的利益是要因應這個環境的 挑戰跟機會 那但是就是說在立法的基礎上 比如說我們以 其實現在的那個立法的方式 大概就是說 有一個那個電子傳輸的這個基本 就是把這個網際網路的概念放進來 那但是其他的部分 大概就是就現在的電信法 跟廣電三法其實是去做一些拆解 那這樣的一個拆解就產生很多 包括之前廣電三法 也才剛修正通過 所以其實它是不是能夠真正把一個未來融合的 所謂數位匯流的環境 這樣的一個形狀能夠去對應到 同時這彼此 所謂的五個法之間 它的關聯性跟融合度 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確實是 確實是還有一些可以再來加強的部分 而且是不是一定要用所謂的五步法來處理這件事情 還有它針對電信跟有線電視 未來有線電視跟電信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歐盟 看到其他國家 其實是把它用一個通訊傳播的概念 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再來做充分的討論 同時對於業界他們在程序上 有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來回應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可以再來探討 所以聽起來是這個就政府 整個提出的這個整個結構性的調整 你們是不買單 那還需要一點時間重新來做檢視 那我想一個新法尤其是涉及到整個產業環境 以及整個媒體通訊的重大的改變 確實是需要審慎的 那剛剛你最後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在之前的行政院會流無法內容 提出的過程當中 許多業者認為他們並沒有充分的參與 跟了解的這個程序 那我們希望在未來 重新檢視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不只是所參與的業者 包括其他各界學者專家 以及可能受到影響的相關的利害團體 也希望都能夠充分的參與 這個整個重新檢視跟修正的過程 那麼其中像我舉個例 提到這個像過去我們原來電信法 其中有規範到 像所謂的通信技術人員 那這個雖然是整個大的環境裡面 它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其中的一環 但是在會流無法提出 所謂人人都可以架設網路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整個概念上 自由化跟解除管制當然有其價值 尤其是在創新跟新產業的一個整合跟擴大化是有它的幫助 但是可能還是有一些這個得失上 甚至是有一些會受到影響的 那這些我們完全沒有去考慮到 尤其是長期以來有經過這個證照的檢驗 所以我們在這個我想整個我們還是應該要重新再來做一些檢視 那另外我們其實自由化跟解除管制它有它的好處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我們也要小心避免過度的商業化 商業化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對於我們社會所存在的多元文化以及弱勢文化 如何來透過新型態的媒體來做適度的呈現 尤其是同時可以讓我們社會上一些需要這些 不認為是過度主流或者是商業化的資訊能夠更為普及 這是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要特別注意的價值 那另外一點就是資訊安全的問題 過度的自由化以及鬆綁 那如何確保沒有這個不該進入整個資訊系統的這些不正當的 這個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是敵對勢力也好 甚至是國內因為這個商業利益而進行的各種的這個 對資訊安全尤其隱私的保障的介入 那我也希望這個部分我們在整個檢視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有所重視 那主委提命人你的看法呢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資訊安全的部分還有隱私的部分 我個人是非常重視 那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現在的工作裡面有一部分 其實就是在support跟資安有關的事情 還有網路安全還有網路治理 其實所謂的internet governance的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包括這個網路政策的白皮書 所謂的cyberspace的這個概念 其實它是從整個government的架構 然後延伸到資訊的治理跟治安 其實都是相連的 那這個部分過去我現在還持續 還沒有離職的時候做的事情 其實有一塊是跟這個有關的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我相信 包括之前資通安全中心廢紙 可是現在其實是希望能夠提高它的層級 去做一個更好的架構的安排 所以這個部分我相信在 新的政府的架構裡頭 會有它的政策跟方向 那通常會也有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對 就解除管制的這個方向的時候 一定要同時顧及到我們資訊安全的保障 那另外就是我國未來這個 這個4G 5G政策的這個發展 我們基礎設施 那過去在這個4G推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各界有所批評 很擔心這個資源過度的投入 4G的這個基礎設施 會不會延後或延誤或影響到 我們國家整體對5G的infrastructure 的開發和發展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的國家 事實上在這些領域 雖然並沒有 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相關的 國際的標準 但是各國其實已經投入相當的多 那來檢視我們台灣整體的政策 似乎不是那麼 對於再往下一個generation 再往5G產業的一個發展 不是那麼的友善 那對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看法嗎 有關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5G跟還有一塊很重要就是IoT 這個東西其實是會帶動未來很多創新服務的產生 那所謂的物聯網其實也是現在政府很重視的一塊 對IoT也被列為五大產業之一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行的4G政策 會成為一個障礙 或者是減低我們往5G發展的誘因 我想這個是一個我們需要去正視的 那有沒有任何調整的空間 或者是我們還可以提出哪一些其他的誘因 那你們的具體的主張是什麼 這個部分可能到時候我再來了解一下 目前規劃的時程跟看法 但是我不認為我們會有太多的這個 這個只要我們把5G跟 就是無線通訊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政策更明確 然後還有就是說現在IoT我知道 通傳會內部其實就已經有在 研議這個部分怎麼樣來support物聯網的發展 我想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對很重要 一定是要用最高的priority來看待 那最後其實我們在現在4G 各個業者推動的過程當中 之前提出了很多所謂吃到飽的方案 但是也都設有期限 那如果說以國人平均每個月對4G數據的用量 大概是10GB左右 在吃到飽方案到期之後 我們精算以現在業者平均的匯率 大概是要到2000到3000塊錢的這樣的一個賬單 這未來我們的年輕人 是不是會形成一個過多的負擔 尤其是已經簽相關的合約的這些年輕的用戶 其實對於數位資訊的使用量反而是更大的 那這個問題其實未來恐怕會形成一些消費者跟使用者權益上保障的糾紛 那也希望這個問題你們能夠重視 雖然大多數司機業者在開辦到現在 還沒有多數人還沒有進入到這個以量計價的這個狀態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的未來 現行的這個政策確實也會衍生後續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尤其涉及到年輕的消費族群相關是不是affordable 它到底能不能夠支付這樣子的一個資訊使用 所必須帶來的相關的代價跟它的經濟條件 這些我們需要去正視的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柯智恩委員質詢 主席好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詹準主委跟翁準副主委 請詹婷瑜女士翁伯仲先生 兩位好 好 我們知道NCC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單位 所以他應該在這個獨立的部分裡面行使所謂的一個權責 而且我們期望不分任何的黨派 他都能夠給我們一個非常公立 就是完全是以公共利益來做一個考量 這一點兩位都應該同意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了解一下 這個NCC從2006年到現在大概已經有10年了 我們先請一下詹準主委 你認為NCC過去10年當中最被大家所批判的是什麼 這麼多當中你可不可以隨便列舉一兩下 還是NCC都很棒 也可以 大方承認也都OK 這麼說好了 就是說其實通傳會從成立開始 他是很辛苦的 就是說包括委員的組成 然後一路的下來 然後兩個單位的組成 那我一路在相關的 不管是法人或者是產業也好 看著這樣一路這樣 其實是 其實也做了蠻多突破 那當然 所以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確實它跟這個 跟這個產業的願景 這方面可能 稍微還有一些可以加強的空間 跟產業的願景 稍微有一些可以磨合更多的一個空間 好 為什麼要問這個部分裡面呢 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照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權責分配的話 未來督導你們的政務 應該是施俊及施委員 對不對 據說這次NCC很多人的提名 都是來自於施委員的一個人馬 你同意嗎 我相信我們這一次的委員 大概從學經理來說 大概也都是在學界或者是外界 是 所以給各位 所以給準主委這樣一個部分 來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澄清 我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翁振偉 未來就是你的業務主管的大老闆好了 他在4月12號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幾個部分 他說現在的NCC 他基本上是對業者太好 而且沒有好好的履行法定的職務 還說目前這個NCC是以獨立之名 行使罪惡之事 這在所有的媒體當中 都會被大為廣泛的來去報導 你對這三件事情 你覺得他所指合適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個解釋一下 這是你未來的老闆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好啦 請說 跟委員說明一下 以我的理解 就是說 應該是說在過去的 不管是收費的機制 或者說這個市場形成的過程當中 對於一些所謂的外界認為的壟斷的行程 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沒有在適當的時間點 採取一些措施 所以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嚴重的指控 特別是你剛剛他採取到的罪惡之事 這罪惡之事到底是什麼 就像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起步非常的困難 過去十年當中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政務委員提到 以來提到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你是新任的 那我也可以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副主委 因為他是目前唯一 目前留任的 而且擔任主秘這麼多次 你覺得 為什麼我們會不會認為說是 以獨立之名行罪惡之事 你同意嗎 我想這一點 我們是說 應該是說我們 你不同意可以大膽的說一聲嗎 好不好 沒有 到你立場是什麼嗎 我就說 這樣子的部分裡面 來對我們NCC 做出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個人覺得不公平 那你如果覺得不公平 或是你贊同或不贊同 或覺得有哪個地方 是完全能夠呼應他這個事實 你可以大膽的告訴我們一下嗎 因為我們還是要跟產業溝通 提供有一些誘因 就是好像我剛才說的 那個有線電視數位化 因為我們也跟產業 充分的溝通 提供誘因 也跟縣市政府合作 那這樣沒有問題嗎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罪惡之事呢 應該不是這樣 所以你不贊同他的說法嗎 這個必須要表明立場 都有一個人大膽的這樣講 所有的媒體都在報導了 你們這些六位委員 就這部分 難道也是對過去這個 我們的石 這個石主委的一種批判嗎 那也可以啊 大膽來講 反正現在已經改朝換代了嘛 那因為你要必須要知道 未來督導你們的這個部分 他的所言 合適你們才知道 未來整個的政策方向 不要落入這樣的部分嘛 像什麼叫做業者太好 為什麼叫做業者太好 一定是要了解嘛 那如果說你都不了解的話 那我們特別要說了 其實從發布到現在 你們都有所準備呢 你怎麼可以對NCC的業務 這麼不清楚呢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要做一個澄清嘛 所以下次怎麼樣 我們不可以 其實我不可以否定過去的一切 因為前面的兩年 我有擔任委員 所以你覺得 的確是有一些事情 你覺得還可以處理得更好 那會是什麼 我們可以請準主委來說 或是準副主委 我想這部分我就是說 我們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要加強跟產業的溝通 跟產業的溝通很重要 因為產業它 它是實際 我們不可以坐在辦公室裡面 去決定一些政策嘛 所以說我是認為 還是要跟產業界溝通 而且NCC掌管的事項 都牽涉到那個民生用品 當然是 對啊 所以說我們要跟產業溝通 也要跟縣市政府溝通 要傾聽各界的意見 所以過去做的比較少 是不是 有 但是我是覺得 不夠 我們可以再更好 那這個主委 你的副主委講的 你都聽清楚了 那這部分 你有沒什麼跟過去做的 會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 我很簡單 就是說 要來這邊 擔任這個職務 其實就是要解決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要盡量多溝通 就是說 獨立行使職權 這沒有問題 一定必須要掌握這個原則 那但是獨立不代表說 就把自己愛手擂起來 因為任何的決策 必須要有充分的 information 我完全同意 那是不是可以這個地方 特別再請問一下 我們的詹準主委 過去有人說 你其實也有某種存在 也是非常 就是爭取所謂中環電信的 獨立董事這樣一個工作 這點你 我跟委員報告 這件事情其實是 完全沒有虛誤有 對 因為我本來其實就 所以這個NCC這個主委 是你第一志願 我也 我大概就被徵詢 你就被徵詢 所以但是你有居多的勇氣 那我還是特別要強調 就包括我們說的你的政委 施俊基政委說 他過去從來沒有吃過 柴團的一顆糖 也沒有喝過他的一杯水 對 其實某種程度我讚同 因為他過去大家都是 非常的厭惡 跟財團有任何一些 所謂的瓜葛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率領你 其他的被提名人 也可以大力的告訴我們 你們未來跟這個 所謂的財團 也不會有任何上面 利益上面的 任何一點點的牽連嗎 可不可以大膽這樣 跟我們 對 我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剛剛也有 在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不只是 法律基本的要件要遵守 那在通傳會也有一個 針對我們委員本身的 這個自律的規範 那當然我們應該要做得更好 還有更高的道德性的要求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相信在自律的部分 法律的部分 這個做到都是 絕對是的 就像我從我所說 不管大家過去秉持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立場 我覺得那都是 過去在被提名之前 之後本來就是提名一個 就是要一個非常中立的立場 來做這樣一個事情 我最後還是要提醒 NCC是主管我們 所謂的通訊傳播的 最高指導單位 不能因為只是在害怕 媒體的壟斷 這件事情上面 某種程度對我們 產業的開發也是 非常的一個重要的 特別是我們 剛剛所特別提到的OTT 過去呢 我們是認為全面開發 可是以韓國的做法呢 它是在OTT 即使是這樣子裡面 它還有20%是希望 能夠培植我們所謂 一定要播放 我們所謂的本土戲劇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的 一個保護政策 我們希望未來 能夠在這個層面上面呢 不是只有在這個部分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像目前大家最清楚的 這個陶晶瑩 他的大學生沒有了 他就跑到大陸去 十倍的價碼 我們的小S 他不做的康熙了 他就做了一個節目 一集480萬台幣 480萬台幣 這些事情就只是告訴我們 大陸他們的人力 他們的財力 還有韓劇 他們都是親門踏戶 到我們台灣這個地方來 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 沒有為這個所謂的業者了 被這個所謂的整個環境裡面 建立一個更好的部分裡面 我們其實是沒有在保護他們的 這一點你有沒有一些 比較積極的一些做法 我想就影視音內容的產業來說 其實這一塊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產業 同時它會牽涉到文化的 認同跟主體性這些 還有我們很多就是 production的公司 整個產業的環境怎麼樣去形塑 它其實是在這個環節裡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就這塊來說的話 以電影來說 過去有所謂文化對象性 文化例外的這個議題 是很得到重視 所以未來在電視 跟通傳會主管有關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能夠來支持 用適當的方式 參考國外的案例 來支持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除了我們不斷的強調 中立反對媒體壟斷之外 我那個積極的層面 積極的那一端裡面 能夠營造一個更好的一個 所謂的傳播的環境 如果我們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買片 買韓劇 買韓 買陸劇 它的成本 基本上是高於我們本土 製作的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讓我們更多的本土的人員 願意更投注在這個層面上面 沒有人會喜歡在海外去做一個打拼 可是我們如果這個產業的環境 不夠好的話 我們不過就是讓放手 讓我們這些優秀人才 一個個往外流失 這是本席在這個地方 除了要不斷地是做各位的 這些一個監督工作之外 還有很多的提醒 其實我們的影視產業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軟體的實力 希望各位能夠 大家共同的努力 協助他們 謝謝 我們接著請蘇巧會委員質詢 主席我們請主委提名人和各位委員提名人 請六位被提名人 好 那我先請主委提名人 那 詹準主委 剛剛柯委員這樣稱呼 我覺得這樣比較簡潔 也蠻好的 詹準主委 那還有各位委員提名人 那我想今天在這裡呢 其實我的認知就是 希望能夠得到各位委員 就各項政策的立場 能夠有你們清楚的答覆 以至於讓我本席未來 決定我要不要投下贊成票 那我想今天其實不只是 我們委員在這裡做審查 其實後面也有相當多的媒體朋友 甚至是透過影片的轉播 其實是等於整個社會都在看看 各位被提名人 大家對未來國家通訊產業的政策方向是如何 我們是不是要支持 是不是要願意這樣的方向繼續走下去 我想這是今天在這裡最主要的目的喔 所以我想本席在這裡 就非常具體的請問 主委提名人以及各位委員 一些具體的政策 第一個其實就是 今年的5月6日 行政院喊請立法院審議 通訊傳播匯流無法 那我想請問詹準主委 你可以現在在這裡直接說出 這五個法案的名稱嗎 名稱就好不用看的話 我覺得很難 其實坦白講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難 因為它真的很複雜 我看到各位的這個 你們的這些資料裡面 其實每一位委員也都說 這匯流無法真的是一個複雜度相當高的法案 以至於社會的關注度其實不夠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審查 所以我在這裡其實想要請問的是 那我們就從主委開始好了 後面我也希望能夠有各位被提名人 對於這個問題做回答 就是請問你們對這個匯流無法 現在提出的這個草案 態度如何 有沒有認為應該要修改的部分 那如果有的話 你們又怎麼進行 面對現在的狀況 是 有沒有同意嗎 有沒有要大幅修改 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說 在方向上確實是需要 影響這個產業整個全部重組的這個方向 那但是在立法的技術上怎麼樣 是不是一定要五步法 或者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就是就電信跟廣電三法 大概做一些調整 我認為其實在這個立法的技術 還有整個法規的融合度 還有跟產業的溝通都需要再做一些加強 主委我要程序剛剛那個柯智恩委員說 這裡其實立法院的速度就是要快問快答 而且要明明白白直接回答 那除了剛剛主委你認為說 好 目前的是方向可以 但是技術上面還要再繼續加強之外 那不然我來請問一下 我們的洪委員提名人好了 洪教授 你的資料上面其實寫得非常清楚 你要不要在這裡再公開表示一下 你對這個匯流無法目前的態度如何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請陳委員也表示一下 一個人30秒 好 我初步了解過匯流無法 那我想其實兩個層次 一個是說修法的結構的問題 那第二個 那我更在意的是說它的實質問題 所以我想在實質問題裡面 就我觀察到的 就是說當然我們整個修法方向上面 是希望說對於現有的媒體 電信事業的管制呢 可以稍微鬆綁一點 然後希望高 就是說比較強化那個自由競爭的部分 那就這個部分我個人比較疑慮 那我想比較疑慮 那我想比較疑慮的部分 所以你有疑慮 目前的法案你是有疑慮的 對 會需要要有修整的部分 是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陳委員 好 關於會的如何 你對目前的法案態度如何 有沒有需要大幅修改的地方 基本上來講我認為 基本上來講 目前可能不到這個整個結構 重新整個打掉重建的階段 基本上來講我認為 目前的廣電三法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增加其他的立法 方法去處理就可以了 至於會流無法的部分 我認為更需要 理解更多的社會共識 還有就是我們講媒體治理 因為這邊裡面來講 講到這裡其實就是 有要修整的部分了啦 那還有沒有其他委員 有不同意見 有認為不用修改的請 請發表意見 現在的會 現在送到立法院的 匯流無法 本身是國內第一個去處理 已經匯流很高度的 網際網路 另外也在處理一個 匯流很不密集的 比如說現行的 無線廣播電視 跟頻道事業的這一塊 所以事實上是符合世界的趨勢 所以我認為在精神上 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世界各國都已經 有這個會流法案 我覺得我們速度要快 我們當然知道要有啦 不然的話就不會需要 要制定這個部分了 對 好 那我想是這樣啦 既然剛剛的六位提名人裡面 已經有包括主委在內的 至少有三位 副主委我就先不請教了啦 因為你剛剛說 你在之前也在任兩年啦 所以先暫時不請教你的意見 請你用書面表示 你也寫在裡面了嘛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既然你們跟目前提出的草案 有不同的方向 請問主委 那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 你會請秦聖院撤回這個草案呢 還是你會提出修正意見呢 既然有這麼多不同的意見啊 你的態度如何 呃 就這個部分程序上來說 可能就是要 呃 應該我們到時候 會再跟委員再做一個討論 看看程序上怎麼樣做最恰當 對 主委如果是我們的話 可能未來會希望有更明確清楚的答覆 以供我們做檢核齁 好 那我在這裡的話呢 既然談到了這個 大家的對這個會流無法的態度裡面 本席也提供我的態度喔 就關於這個 呃 黨政軍的這個部分喔 我們知道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的第一條 其實就有明定 行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謹遵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精神 所以有後面後面的規定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 會流無法裡面的 有限多頻道平台服務管理條例草案 第四條的規定 他說政府政黨投資提供有限多頻道平台服務 之電信事業 依政府及政黨投資相關法令辦理 只有寫到這樣 那另外呢 這個無限廣播電視事業與頻道服務 提供事業管理條例草案的第五條 也是一樣的態度 他也只有寫到 依政府及政黨投資相關法令辦理 欸 我們現在還沒有通過政黨法欸 這些相關所謂的投資相關法令 目前也還沒有看到欸 所以本席認為 如果就這個草案 只有寫到 依政府及政黨投資相關法案辦理 其實就等於是不禁止啊 其實它等於是一個空洞啊 我看有提名人有點頭的喔 那這表示 各位 我視這個點頭為一個立場的表示喔 這會影響我的到時候要不要投票的決定喔 因為本席認為這是一個洞 那我認為應該要改變啊 那我就是要靠各位來改變啊 那所以主委 還是由您做代表 你對這個問題你覺得如何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草案 如果不修正 那我難道是我們的 通訊傳播組織法的第一條要修正嗎 為什麼這個基本的寫得這麼明白 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但後面草案不用規定 主委認為 對 所以其實在剛剛我們已經提到了 包括很多委員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 現在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其實是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包括說 是不是要用這樣子的結構 無法的方式來處理 還是說 有一些 重要的議題其實沒有照顧到的 應該要去做修正 或者甚至提出新的對應 這個是我們一定會做這件事情的 好 那這個是你的立場 那我們在這裡 我想大家社會大眾也都理解 第二個我想詢問的是 您對 各位委員 對 通訊傳播基本法的態度 那我想是這樣 這個我們目前的通訊傳播基本法 是在2003年的12月制定的 其實2003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其實知道 其實剛剛談的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都是通訊傳播網際網路的變化 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其實常常會有法令跟不上現狀的狀況 像剛剛在說的OTT 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嘛 那我們現在要解決 可是法令追不上 只好都在後面補 所以本席是認為啦 正是基於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有通訊傳播法 通訊傳播基本法 這部法令相對來講就更行重要 因為它等於是在這個領域的一部小憲法 把我們所有的價值觀規定在裡面 但是2003年制定的這部法律到現在 其實條文很少 而且也相當粗糙 所以本席認為應該要修正 那不曉得主委的立場如何 我想基本上它如果是一個基本法 其實它就是很基礎的一個 就像剛剛委員提到它的定位 那當然它基本上如果它是基本法的話 它不會定得太細 那但是如果說有需要 因應整個新的環境的話 必要的時候還是可以去做修正 但是基本上基本法它是不會到太detail 可是我剛剛有強調就是說 如果說因為環境的需要 其實是可以來做 我也同意其實不用到太detail 因為憲法也不可能規定到非常細節的部分 但是有一些價值觀已經隨著時代在改變了 不過副主委 來啦 給你講一下 你頭點到這樣 我講的就是技術演進太快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在管的4G 那行動寬評 未來IoT是不是叫做行動寬評 都不是啦 都是有問題嘛 所以說要以實際進去修 所以有這麼多的制度和法令要修正 各位提名人你們的責任兼具耶 所以我們都會很想知道大家的立場是如何啊 所以今天主委 大家剛剛從一開始好幾個都說 你自己說的方法是跳火山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跳火坑啊 為什麼是跳火山 對 但是這個部分 所以剛剛講的幾個 您都認為也應該要修正就對了 這是你的立場 那我不曉得其他 還沒有發言過 最後啦 通訊基本法講一下 我讓你樂見 因應現在的技術跟傳播傳流 去做適當的修正 不過現在的基本法裡面 已經有包括電子通訊了 所以這樣 剛剛那個OTD的部分 並沒有排除在外 只是說我並沒有各種一定的法律 好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在這裡替社會大眾 詢問各位委員的立場到這裡 那謝謝主席 也謝謝各位提名人 謝謝 要注意了 你們六個人 對會流無法有六種不同的看法 來 接著請陳雪森委員質詢 請 謝謝主席 請 現任的石主委 請石主委 請石主委 表示過去的時間裡面 對我們全國電信的發展 各方面 尤其當然 感謝是對馬祖 對馬祖 非常的關心 非常的關注 我想 在金門馬祖呢 其實對通訊傳播資源的需求 遠勝於花東 那因為我一直在花東任教 我非常清楚 片野地區對於這些資源的殷切需求 是的 您對馬祖好 對陳雪森好 我是非常講道義的 我不會忘掉您 好嗎 謝謝委員 好 請妳下去謝謝了啊 休息 我們交通委會蠻溫馨的 主席是不是請 我們新任的主委提名人 詹主委 請詹廷瑜 女士 主席妳請坐沒關係 詹主委 能不能說說您未來的報復嗎 一分鐘好嗎 因為今天時間被砍掉了 是 我想 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 跟我們的委員 跟我們的同仁一起 然後把這個 整個通訊傳播的環境 能夠 形塑得更好 那同時帶動 國家的競爭力 跟其他產業的發展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要保護言論自由 跟多元價值的維護 我知道妳有律師的背景 但是妳對這個NCC的業務專業嗎 跟委員報告 我過去做的工作 其實都跟數位匯流 有非常密切的相關 是的 那我在 知冊會任職的幾個階段 其實就是在協助做 數位匯流產業的發展方案 這是我的工作其中之一 那另外在通傳會的業務裡面 還有很多跟 比如說資訊安全啊 網路建設啊 還有跟這個 不好意思 在相關的業務裡頭 其實在我的工作的執障裡頭 其實也都有參與 那我自己在業界的經驗 其實包括內容 包括服務這些的帶動 那所以其實應該可以一起來 跟委員跟同仁一起 好的 這個NCC啊 在原任實主委 已經打下很好的基礎 我想請問妳對 實主委所任命以前 研究的人士啊 底下基層的公務員同仁 會不會做大幅度的 職務上的調動 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 還是要看專長 跟這個工作的執掌 能不能夠做最好的發揮 我相信 之後我一定會先花時間 那跟各位同仁去做了解 然後同時溝通 那我相信有很多同仁他們其實 也會希望有新的挑戰 但是這個我不一定 就是說一定會先 有一些相互的了解 跟溝通 我剛剛非常專業 施政有他的延續性 是 很多同仁一直在這個崗位上 在打拚 業務可以說非常的熟悉 所以當然我也拜託主委 您上任以後要尊重專業 要尊重專業 當然您律師的背景 不錯 但對專業的尊重尤其必要 好不好 那麼 好 你請回 報告主席是不是能請我們 翁伯中提名人 請翁伯中先生 委員 委員好 好 我們委員翁委員提名人 早 我想2014年 被提名NCC委員的時候 民進黨團曾經表示 對三位 對三位 人選 包括你 都有意見 那麼 不想背書 所以沒有進黨投票 那兩年以後 民進黨政府卻自己提名了 我們翁委員出任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翁委員 心情的感受怎麼樣 你會不會有一種專業 在政治的面前 淪為鬥爭工具的一種感覺 會不會認為說 新政府的所作所為 人家換了位子 就換了腦袋啊 那麼過去在野黨的時候 不尊重專業 那麼現在 成為我們執政黨 想要起來 要開始拉攏文官啦 難道 有仇用的一個可能存在 你能不能表示 你的心裡面的想法 我想 我 我是事務官出身的 那我想說 我不會 所以說 我會謹守這個行政中立 那我也不會因為任何政黨 任何政黨的執政去改變我的立場 未來的話 我還是會秉持這個行政中立 公平公正的原則 另外我是認為說 我跟何委員 這一次 我們都是事務官出身 能被提名 對我們事務官的同仁是一種鼓勵 也就是說 政府也看到了 事務官的專業應該受到尊重 你的意思是說 過去的國民黨提名你的時候 民進黨對你還不是很了解嗎 經過你這一段的努力 是不是 那表示 現任執政黨民進黨 對你呢 也蠻欣賞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對你專業的肯定 是不是這樣 我想說 我就是 就是本離職責 盡我的專業去做事 好 有週刊報導 傳播學者私底下曾經直言說 張主委 提名人 當主委的份量 可能輕了一點 相較於翁提名人 為常任的文官 而且擅長這個電信方面 那麼 張主委提名人在廣播 廣電傳播領域份量 有所不足 更還任 專業度 那麼對於主委的專業分量 不如副主委 不如副主委 那請問我們 翁副主委 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感想 而且日後工作呢 如果遇到 那麼你跟主委意見不合的時候 翁提名是不是 會本於專業 來做決策 謝謝委員 我想說 主委還是代表整個通傳會 另外 年齡跟備份 與專業無關 那 我想說 主委他有他的專長 就是匯流科技的部分 也有對內容的專長 那我的專長是電信 那其他的委員 有經濟的專長 有法律的專長 那這樣子是互補的 我們是應該要合作 一起來為整個通訊傳播產業打拼 好 我聽說你在 提名人中 有人反對你的匯流無法 未來如果他們提出反對的聲音的話 你會捍衛你辛苦提出的法案嗎 我就是 剛才講了 我們不可以因為委員的提名 把過去的一切都抹去 但是可以做適度的 就是說我們還聆聽各界的意見 我們來做適當的修正 因為裡面 我是認為說有些很重要 就是說 既有的電信業者的管制這麼高 OTT的管制這麼低 那我們要去調和整個管制 還有未來的整個監理中心 是以平力為中心 那我們這些 讓平力更有彈性的調整 都是相當好的 我們也希望趕快讓這個 這個匯流法能推動 好 翁委員 你這個要堅持你的理念 本席對你認識蠻久了 對你認識的精神是蠻欣賞的 我想也不是秘密投票 我會投票給你好不好 我會支持你 我也沒有什麼黨不黨 反對黨或是幹什麼的問題 本席很關心 我們馬祖電信 和有線電視數位發展的情形 我請問技術背景的翁委員 你今天是現場提名委員裡面 最具備 技術背景的一位 有可能馬上就可以接任副主委 本席也很關心未來 NCC的委員 是否關注到離島的電信 和有線電視數位化 這個提升他的建設 那麼最近國內 四大電信和4G推展業務 成效進度如何 請問一下 那個離島 他的那個電信跟有線電視 因為他是 有線電視跟那個都是經濟規模 離島的業者他是比較 比較小 所以說在數位化的程度是比較慢 好在因為業衣經委員推動那個廣電三法 現在在廣電三法 那個油管法73條 已經有修正可以把系統業者 那個在兩年內要變成 要改成那個 那個播送系統業者 變成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那未來我們 是認為數位化 我們對這個離島的業者 應該來補助他的頭端的設施 那我們透過補助 業者也出一點力 我們也希望把那個 馬祖跟金門的有線電視數位化 沒關係你剛才講到這個 葉召集員我是很羨慕他 台南的部分我也羨慕他 那是因為賴市長也很支持 我支持你的話 他就做得比較好一點是不是 沒有最近因為 主席這一分鐘 對不起 本期最近因為重視馬祖的觀光 那麼對於電信展望也非常的重視 當然你剛才講到 台南 台南已經全面數位化了 當然我們馬祖 因為離島的關係 但是我也希望 馬祖不要淪為二等公民 那麼以時主委 翁委員 最近對推進我們電信4G 以及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成果 我們大家有目共睹 我也希望 將來我們新任的張主委也好 我們翁副主委 還有各位委員 能夠關心到我們離島的 這個電信的發展 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導 我們會努力以赴 那我也希望台灣的四大的電信產業發展 未來的競爭 競爭 希望有利多的一個趨勢 能夠對我們附近的各國 我們也能夠迎頭趕上 是 好不好 謝謝 我想祝福你 也謝謝你 謝謝委員 謝謝 Veterans we have theальные 對我們 那麼我們請 我們接下來請 憲東民委員 質詢 專門為政府 請六位被提名人 請六位被提名人 各位好 看來你們的基本資料 在專長領域方面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實務方面 剛剛陳學生委員提到 一再強調 離島的部分 我是原住民 我現在主要強調的就是原住民 這個器塊 我想在被提名的 當中 我們被指定要當副主委的 翁委員 我看你是總基層 這樣幹起的 應該是比較了解 新政府 我們從頭在 就職典禮當中 長掉一個重點 四個字 就是解決問題 所以我不曉得 各位被提名人 因為有一些都是在學界 可能對原住民地區 針對這一個通信方面的這個領域 這個器塊 到底了解有多少 首先呢就針對原住民地區 這個有關 我們NCC 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先從那個 主委開始 一個一個是不是回答一下 你所了解的程度在哪裡 你未來應該要怎麼 協助來解決 現在就請主委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不管在通信傳播基本法 或者是組織法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所要維護的 這個多元化的價值裡面 甚至在具體的細節裡面 包括頻道的壁載 其實裡面都有提到 跟原住民有關的權益的維護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原住民基本法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所以在跟通傳會有關的執掌的部分 包括各種寬屏的這個服務的這個 到所謂的偏鄉 或者是原住民的區域 另外還有針對原民台 現在是有一個基金會 據我的了解就是製播 製播分離了之後會有一個基金會 可以做很多內容的產制 那這個部分未來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很多原住民可以接收到 這樣子的一個禁用的權利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 在這一塊裡頭應該要被關注的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啦 那主委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對電影這個器官好像也是滿有心得的 你當過這個龍飛鳳舞的這個監製 復活七日的這個製片 你也投資過一個影片 叫塞德克巴萊 塞德克巴萊 你投資這個影片 是基於怎麼樣的因素 你來投資這個影片 什麼要說明一下 跟委員說明 我個人沒有那樣的資歷去投塞德克巴萊 那個時候是透過資金的方式 就是有代表創投去投塞德克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還滿有幸在 所謂的海角七號的那個前後 就開始參與一些電影的製作 那跟一些當時有理想有抱負的導演 也都還熟識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來支持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自己對原住民的文化 這表示主委還是有跟我們原住民有很大的接觸 對 好 那現在就請教我們 被提名的副主委 恩副主委 恩副主委 Lord ๔ jeżeli You want to call us 唱劉委 那 那通傳會現在已經配合就是說 圓民會這邊的政策在推動i-tribe i-tribe就是要提升到寬屏上網100mm 那通傳會這幾年的努力 從第一屆到現在 我們已經積極的改善了部落林 它的整個寬屏的建設 最起碼都有12mm 那下一階段 那我們會跟圓民會合作 然後透過適度的利用電信普及服務基金 來提升整個那個 圓民部落的那個寬屏的那個速度 好 謝謝副主委 這是送給的 我們是請洪委員洪正琳 好 謝謝委員的問題 那我想就幾點 剛剛技術面我想副主委已經回答了 那個人的部分我想 我過去10年來 其實從事了非常多的原住民的研究 所以我也到過包括南投屏東 還有台東的非常多的部落 跟很多部落的朋友有所互動 好 那我理解的狀況確實 我想我們在圓鄉的基礎的設施 是還不夠的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圓民台 那希望有一個無線電波的頻道 好 那我想還有一個部分 也是我長期認為說台灣的原住民 應該可以有更多的廣播的服務 好 那就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現在好像我們只有看到 蘭嶼有一家經營得不錯的 蘭恩電台 那如果說我們其實可以在這個 比較低功率的電台裡面 可以能夠支持有比較多的 原鄉部落來經營的話 那我想這個也對於原住民的傳播權益 會有所提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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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媛 那陳耀宣委員 好 委員好 那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於說 原住民現在面臨最大的危機 就是文化跟語言的流失的問題 那我想NCC本頁它的職權 基本上在講的話 透過這個所謂的 剛才祥所講的傳輸技術 還有通訊技術的改善呢 可以達到這個所謂 資訊爭議跟數位爭議的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通訊傳播科技的改善 可以為原住民這個文化跟語言的 這個保存的盡一份心理 謝謝 好 謝謝 郭委員 謝謝委員 主要是媒體禁用 還有改善數位的落差這兩個部分 那媒體禁用方面 當然還是繼續支持原住民電台的一些 這個推行方式 另外呢 我也所知道 NCC現在也要打算 要去釋照關於廣播電台 那其中有一張指標 應該是留給原住民電台 我所理解的是這樣 那這部分應該會有所改善 至於改善數位肉差的方面 當然還是持續推動了關於寬敏散網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點 因為在偏鄉地區 事實上要完全用有限的方式來遍布所有 是有困難的 所以還要再搭配一些行動的 通訊方面的一些支持 大致上是這樣 謝謝 好 那個何委員 好 委員好 對於原住民的通信傳播的權益 我的想法是應該去落實跟貫徹 原住民的傳播權 也就是說除了過去我們可能從保護 或者是輔導的角度 事實上應該要去提升 原住民是可以積極主動參與的 而且也要給予一些更多的一些訓練 包括人才培訓等等這些 讓他真正能夠去落實 去傳播他們應該有的聲音 跟瓜瓜所謂的語言文化等等 謝謝 感謝我們六位被提名了 你們針對原住民的議題 有誰要解決的問題 大概都提出了重點 但是我這個地方順便也跟各位 在這個強調 原住民通信這個設施跟設備外面的缺乏 這個也是重點之一 尤其是訊期 訊期已經快到了 我們高康災的這個設備 目前的狀況 雖然我們一再強調 已經好幾年了 八八水災到現在已經六年了 但是設置的位置 包括現在走四次的地點 跟前面應該要把它做好的問題 始終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看到這是屋來 七年屋來 我剛才提到塞德克巴萊 這個就是男主角了 那個牧師 那個主委應該認識 你竟然有投資影片 當時他的教會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整條道路中斷不打緊 最重要的就是通訊 通訊完全中斷的話 會造成加深災害的嚴重性 八八水災我親自都體驗過 因為中災區都在南部 或是深災南部的人 到每一個地區去看 之前的十天幾乎我們都斷訊了 斷訊 裡面到底發生了怎麼樣的狀況 不曉得怎麼樣去救 所以這個設施 這個設施的加強 我想在石主委這個四年當中 我們也是一再的要求 但是好像還有很多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翁副主委應該是知道 你在強調業者 跟地方政府 包括地方 沒有一個溝通的話 你們重來是有經費 重來是有經費 沒有辦法去做 我想這個一個 非常急迫性的一個問題 看看怎麼去處理 另外在影片的播放 或是甚至於在 娛樂性的節目當中 因為文化差異的問題 往往會產生歧視的這種狀況 我想一再的發生 但是我們NNCC這個地方 都沒有一個很好的處理 希望這網貨能夠重視減少 發生這樣類似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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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民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委員 那在中嘉賓委員 那個詢問完之後 我們今天會議就進行休息 中嘉賓委員 請請問一下 ferm題 請請問一位 請問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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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問五位 請問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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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請問六位 好 那么请教六位被提名人 有没有哪一位参与过有线电视的费率审议委员会的审议 有没有 都没有人 那应该有两位原来就任职在NCC的 是不是对费率审议的机制比较了解 要不要至高奋勇来回答一下 可以吗 好 那有请副主委的被提名人 我们的翁委员 好 那么我先大概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关切这个问题 因为我过去在地方政府 屏东的有线电视费率审议 我当副县长 我当了八年的召集人 那每两年一届的委员 我也历任了四届 我们在审议有线电视 业者的费率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捉摸的 就是业者他会承送他的财务报表 说明他为什么要求这个费率 那反映在他的成本上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版权的支出 您大概知道 目前各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他们的版权支出 占他们的费率的结构 成本结构大概是多少吗 差不多在三乘五 三乘五 一般来讲都在500到600之间 那么三乘五的话 大概就是368 大概200到250 那请问一下 你NCC对于一个系统业者 支付给内容供应商频道业者 200到250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否允荡 你们本身NCC有没有做过一个了解 这一部分我们大概有了解 才能推敲出这个数字 但是有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内容的数字 所以你说你是推敲的对不对 我们也有跟产业 我直接问一下 在审议费率的时候 我会要求系统业者提供 他们支付给授权的费用的 相关的那个凭证 可以让我们可以集合 有没有办法要求 可以 可以那有没有要求过 有 那既然是要求 怎么是推敲的呢 他每一家他到底一年花贷多少授权费 付给哪家频道商 多少钱你们都知道吗 有的 我们知道 那你认为内容上合理吗 付给频道上的内容 那个费用合理吗 因为我想说 他的内容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再问一下 目前我们常看到各种频道 有没有哪一个频道 他所收到的版权费 是特别高的 比较高的 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 是不是这些HBO 对 那本土的呢 有些电视新闻台的呢 大概是怎么样的行情 有没有做过研究分析 这部分的话 我就比较没有研究分析 那有没有哪位委员 有做过这个分析的 被提名人 都没有 你们希望未来 如果被提名 担任委员的话 这部分要好好加油 我大概跟你说明一下 现在呢 以许我来咨询 各位是否私任 我吴宁是希望说 未来各位有幸 通过就任之后 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参与非力审议的时候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账目不公开 我们没办法看到 业者付了多少授权金 给频道供应商 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 他成立了版权代理中心 他把他的进货成本 垫高 换言之我们看到的 业者都说 系统业者都说 我付给频道商很高的钱 所以我还要求 比较高的费率 但是实质上 这些真正的频道经营商 他所拿到的版费 是没有那么高的 这个你们有了解吗 都在点头嘛 希望未来各位 这个部分 看是要透过 立法院补充法令的 修改 或者说NEC 要寄出你们的公权力 行政力 要求系统业者 必须彻底的公开 他对内容业者 频道供应商的 版权授权的费用内容 而且呢 我们希望 能够对照出 他各个频道的收视状况 现在目前 各频道的收视状况 除了业者 自己有做调查之外 NCC有做了解吗 我们每两年都有做一个收视行为的使用度调查 好 那我这里呢 因为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坦白说 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过 要求NCC 时主委在这里 但是因为那天来的不是主管 那天来的呢 在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 NCC的代表呢 就是把这个意应带回去 到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我要求NCC要能够提供 这些相关的数字给我们参考 为什么 尽快提供 好 因为 因为我们NCC表面上是负责这些通路 传播资源的分配 但是更重要的 在这个通路平台后面 是内容产业 才是我们国家文化力的根源 但是在目前人况之下 系统业者做收每个月 一手啊 五百六百的跟用户收 现在的普及率呢 装机率 我看到你们的报告 我知道的贫通大概是五成啦 但全国听说装机率 到百分之七成了 七成的已经是极限了 全国有七成的家庭 按月支付五百元 给系统业者 但是这样的一个金额 有没有变成是内容业者 他可获取为 他稳定经营的这个依据 这是我们关切的 如果今天我们关切NCC的 不是系统业者 也不知道打压 现在谈分组收费 系统业者第一个反抗的是什么 他觉得分组收费之后 基本收费 他会压低他的收费内容 但是你知道吗 系统商不会吃亏 因为都会转嫁到什么 他就剥削他上游的频道供应商 现在对分组收费 最害怕的 还不是系统业者 是频道业者 尤其是本土的频道业者 他们担心 未来如果频道商收入变少了 付给他的制作费 频道的授权费就降低了 要知道内容产业 他非常需要一个稳定的收入 当我们在关心OTT的时候 倒不是我们反对一个 新兴的一个商业模式 而是说OTT所建立下来的 付费模式 没有办法给内容业者 一个稳定的收入期待 而且呢 往往的中间的借借平台 他大部分都收取了 而且他靠第三方付费 靠到广告的点击收费 如果你试想看一看 一个内容的业者 一个文化工作者 如果必须仰仗未来不可预期的 广告的点击收入 他如何去制作内容 精实充实的内容节目 所以目前没有错 目前的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他从每个家户收的固定的收视费率当中 他付给了版权 给频道业者提供的内容 他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 只是太少了 只是系统业者 透过了版权公司代理的方式 剥削了版权 这个频道收视 频道供应商的版权收入 希望NCC在这边拿出对策 好不好 好 没问题了 那另外一个呢 我想要希望说 我们在未来NCC 能不能请一下 我们主委被提名人 我想您在您的报告当中提到了 那个IOT跟OTT 包括这些新性的一个传播的方式 那我这边呢 是希望说 刚刚我们几位原住民的 我们的同僚呢 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可及性 亲近权的不平等 那我这里呢 还是要再次的呼吁 我所在的屏东县 我们有相当多的原住民同胞 也不谈原住民朋友好了 我们的相对的偏远地区 他们的有线电视的普及 收视情况都不好 那么目前呢 在圆明台 我们前不久才修改了法令 让那个我们公共电视呢 可以帮圆明台转播 但是圆明台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专属的频道 那请问一下 如果您就任未来就任主委 您有没有办法 在一定的期间内解决这个问题 是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议题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被关注 那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 解决的是那个 跟公事借品的 只是跟他采购 跟他使用他的频道 对 修法让他可以 可以转 对对对 可以出租 那接下来这个议题 当然那个原住民的立委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那个原住民的同胞 其实都有这个迫切的需求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因为他牵涉到 频谱的分配 牵涉到频谱的分配 那我们就是说 看怎么样来 尽快来协调这个事情 然后看看说政策怎么样来决定 对 那当然他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用的频道 比如说是25或36 那可能中间又会有干扰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状况 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议题来看 其实今天 现任的主委在这里 可能未来的主委在这里 我不好意思呢 这边跟你们挑拨离间 但是我还是要说出来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NCC在这个部分的努力 有点太过于消极跟被动 其实呢 我们要强调的 台湾是一个多元民族 并存的一个社会 那今天我们包括客家台 包括圆明台 他都应该有 可以接受保障的传播通路 去执行 去进行他们文化内容的传播 不只是对于 本族群的文化传递 还包括对于 其他族群的文化了解 今天其他族群 可以透过圆明台 可以透过客家电视台 了解客家文化 了解原住民文化 甚至未来 我们台湾的新住民文化 都应该有 同样的媒体的可用权 那让其他的族群 都可以理解 了解 尤其是现在政府 要进行南向政策 我们对于东南亚相当国家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的所谓的外籍新娘 或者外籍配偶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南洋姐妹 我们产生了很多的 台湾新住民 新台湾之子 他们母国的文化 我希望未来主委 你们在考量 未来的主委 在考量传播资源的 分配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 这些文化传播的内容 不是我们在文化教育 我们会努力而已 我们希望NCC 也能够思考 你们分配资源的时候 也决定了价值的传播 请问主委 您愿意做什么样的承诺 来保证这一点 是 谢委员 就是有关于 多元价值的维护 还有我自己本身 其实做过内容 就您组长的业务好了 你怎么做 是 石主委在那边看着 笑笑的等着你 因为他很多事情没有做 我们会在这个方向 至少就法律上 本来就应该要有的权利 就会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好 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稍后会再问 下次有机会再问 好 谢谢六位 被提名人 谢谢 好 谢谢中嘉宾委员 那另外刚才 中嘉宾委员所提到的资料 也麻烦说 我们现任的14号主委 可以搅拌 好 那 今天的会议 上午的会议就到这边后 那现在休息 下午2点30分继续开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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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